男人只是做了一个汉 就折服了这个世界的霸人 为了吃到他的美食 伟大的飞龙更是选择成为他的打工才 只因艾尔再来到这个世界后 发现这里的食物很差 所以成为一名厨师是他唯一的梦想 却不料遇到了战乱 年轻人必须要加入攻打飞龙的队伍 没想到人倒霉起来连喝水都塞牙缝 老天爷应该让卡车把我带走 但很快又因为他拥有魔法天赋 被分配到了魔法师队伍 与骑士相比 法师不用在前线打打杀杀 这是一个理想的职业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碗里的食物 不知道为何这个世界的食物总是很难吃 如果我能在这个世界开一个餐馆 生意会有多火爆 所以成为一名厨师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梦想 在这一年又一年的艰难时光里 他最终坚持下来 15年过去 他终于迎来了退役 这个小镇就是他开启新生活的地位 德雷克城市和队伍里认识的伙伴一起开了一家餐馆 就在这时他叫住了以为妇人 并痛哭流迹地询问这里有没有商店 15年了 整整15年 没人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站寒暄过后 男人便得知了他叫雷恩 是附近商店的老板娘 随后他向艾尔推荐了他丈夫的店铺 就在这村子的不远处 与此同时雷恩提醒艾尔 他的丈夫脾气有点暴躁 但艾尔在见到这么和善的雷恩后 想必他的丈夫也是一个很好说话的 可等到见到之后 却是慌张到说不出话 原来老板误以为他是其他店铺的商贩 只见老板十分暴怒地表示 你们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肉 然后在肉变质之前以两倍的价格卖回 这可把艾尔听得疑了 我可是刚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 一个平底锅狠狠地落在他的后脑上上 刚才十分嚣张的老板瞬间没了脾气 随后便询问起艾尔是不是要被轮肉 艾尔给予了肯定 没想到脾气暴躁的老板会怕友善的老板娘 夹在中间的艾尔表示我想回家 在老板娘的平底锅下 老板只能屁颠屁颠地去拿肉 对此他也感到非常暴急 他曾经也是一个士兵 但被自己的一个同事欺骗后就变成这样 与此同时老板也把肉拿了拐 并示意艾尔展示一下自己的手 因为这些被轮肉是品质极好的 只有获得他的认可他才会公益 不然连一块肥肉也行 让我们看看你能做出什么美味的菜 话还没说完 一个平底锅再次朝后脑勺洗去 老板娘则示意艾尔忽略他提出的条件 虽然条件很苛刻 但艾尔还是同意了老板的提议 并邀请两人晚上到他的饭店品尝 随即便自信地离开了 在这个世界上 家畜和动物的名字和他出生的地方完全不同 牛被称为乌巴 鸡叫巴伦库 狼叫贝伦 猪被称为乌巴 贝伦肉被认为是一种昂贵的食材 最划算的肉类选择是猪肉 但这里的人却不懂得五花肉的门 考虑到五花肉的品质 烘烤自然才是最美味的 在此之前还需要将肉切开多道口 以便腌得更加入味 在烘烤过程中 肉表面的水分会迅速蒸发 才能享受到更脆的口感 没想到一击可以秒杀魔物的招式竟拿来切肉 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是雷恩夫妇来了 埃尔随即让他们稍等片刻 雷恩正夸赞着他的饭店环境整洁 一旁的诺尔却忍不住吐槽几次 见此雷恩默默掏出了平底锅 看来是锅底不够亮了 另一边 埃尔正在为烤肉做准备 烤盘加热后轻轻涂上一层油 由于五花肉的脂肪含量很高 所以要适量涂母 以免粘在锅上 放肉的时候先从带皮的那一面开始 否则当内部开始烹饪时 表皮可能会变干 使其难以均匀烧烤 美味的烹饪甚至通过声音增强食欲 猪肉滋滋作响的声音就是这样 煎炸猪皮 然后调一下 让猪皮的侧面有一些颜色 再撒上盐后把肉彻底烤熟 以确保里面的温度均匀 然后把它切成方便食用的大型 接下来 准备一份沙拉来搭配这顿饭 也许当地人不太熟悉这种只吃卷饼的方式 各种蔬菜和浓郁的调味料 平衡了烤五花肉的丰富口感 诺尔先生似乎一丝不苟 所以最好避免不必要的添加 最后 我们把它装盘 作为最后的点睛之笔 沙拉和烤五花肉完成 当烤肉拿到桌上时 雷恩已经开始气淡了 让我们看看 艾尔的厨艺怎么样 仅仅只是一口 香脆的乌巴肉在口中占口 就好像在草原上奔跑 这真的是乌巴肉吗 艾尔给予了肯定 当然 沙拉的浓郁香味也洗去了他的油腻 雷恩也没想到还能这么搭配 与此同时 他询问起一旁诺尔先生的摊 而此刻诺尔的盘子早已空空如影 并表示还不够 远远不够 示意他多上一心 下一瞬一个平底锅就出现在他的天灵盖上 一个平底锅够了吗 诺尔先生便小声地表示 恭喜你通过了测试 只要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肉 我会提供出帝国最好的肉 艾尔对此也十分感谢诺尔先生的认可 艾尔一直适应得很顺利 他的饭店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听 这一切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这些香料和调料 然而 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稀有又昂贵 所以人们不能随意使用它们 此外 产品的质量和种类都无法与现代世界的产品相 但艾尔却有办法过去 只见他将一枚金币放到这个召唤法正中间 在念出魔法咒语后 现代的产品便出现在眼前 这个世界的召唤魔法 从现代世界召唤物体 这是艾尔在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时 碰巧失了这个咒语 虽然它有物体的大小和重量的限制 但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侧面证明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咒语 因为它没有达到让艾尔回到原来世界的主要目的 此外 杂货店里的食品 除非是加工过的产品 比如鲜肉 鸡蛋或蔬菜 都是变质的 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 即使是拥有高阶法师头衔的他 每天也只能召唤一次 就在这时他想拿两瓶啤酒解解口 但打开冰箱里面却是空荡荡 而艾尔很快就猜到了真血 对着脑瓜子就是哐当一下 鲁灵却拿出了撒娇术 艾尔也无可奈何 喝完酒至少要收拾干净 这就是你上次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美食的后 身为最伟大的黑龙 怎么会做打扫卫生那种事情 下一瞬哐当一声 贫贱不能一威武不能去 但现在伟大的黑龙只能去一下 就像他说的 他的真身是一条黑龙 艾尔是在他成为孤儿后找到他 他在龙之战中失去了母亲和家 这就是他不成熟的原因 所以艾尔决定收留他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艾尔答应给他做一个牛排汉堡 就在这时 准备打烊的门铃再次响起 是诺尔先生 他看起来一脸心事的样子 而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让艾尔给他上酒 但冰箱的啤酒全都被鲁灵喝完了 不过好在今天召唤了一瓶烧酒 但不到片刻就被诺尔先生喝光 艾尔随即劝解他不能再喝 而诺尔先生也是凭借酒精的麻痹 把心事说了出来 闻此艾尔内心猛然一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随后诺尔先生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他发现雷恩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精心打扮出去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所以他决定秘密的跟踪 没想到雷恩要去见他 当雇佣兵时的一个同事 并且他也是诺尔先生最亲密的战友 说完诺尔先生便痛哭流涕 他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听完艾尔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虽然认识雷恩的时间不长 但他绝对不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 而一旁的鲁林正在骂骂咧咧的干活 艾尔随即示意他要不要一起出去 或者你可以继续播 鲁林委屈巴巴的给予了肯定 片刻之后两人便来到了诺尔先生说的地方 随后在一个餐厅前面发现了雷恩夫人 并且他对面还坐着一个男人 想必他就是那个同事 为了能更了解他们的情况 艾尔便让鲁林开启空间模仿 让他听到两人的谈话 并奖励他一个牛肉汉堡 贪吃的鲁林表示要两个 而艾尔也是爽快的答应 随后两人的谈话内容 艾尔也是全部得知 他们并不是诺顿先生说的那种关系 看来其中有很大的误误 思考片刻 艾尔随后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诺尔先生误解了你们俩 另一边的诺尔先生醉醺醺醺躺在桌上 随后两人也出现在餐店门口 见此诺尔先生抓起拳头就朝战友戏去 可他却没有想要躲避的意思 但被艾尔的魔法屏障拦了下来 门特先生让他打你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如果你先告诉诺尔先生是门特先生 在他开肉店的时候借给他钱的话 他会平静下来的 闻此诺顿不可置信的样子 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你们所有人先坐下来好好谈谈 考虑到诺尔先生喝了很多的酒 所以必须让他清醒过来 涮播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与此同时雷恩也是把所有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在诺尔先生被骗光所有的积蓄时 是门特先生借的店开店 如果是直接借钱 想到诺尔先生一定会拒绝 所以雷恩便谎称是一个保主把钱追回了 随后艾尔打断了两人 边吃边谈不是更好吗 贝尔肉涮火锅 在两人的简单尝试后 两人便回忆起了过去的生活 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 但仿佛就在昨天 在艾尔的火锅助攻下 两人积攒多年的秘密全部说了出来 最后矛盾也得到了化解 可一旁的鲁林就不乐意了 说好的两个牛肉汉补 艾尔只能甘大地笑了笑 差点忘了 就在这时门特先生叫住了他 门特先生希望能在这里接待一个重要的人物 以及他们拥兵团的聚会 而艾尔也是爽快地答应 几天之后 艾尔也是想到了一份合适的菜单 但在此之前需要先将其抓住 这种类似鸡的生物 它们有着极快的速度 因此 巴伦库肉类被视为非常罕见的食材 但不管如何 今天你必须成为我的盘中餐 不是鸡 而是一种类似鸡的生物 巴伦库 在这个世界属于高端的食材 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几乎 所以一般人很难抓到 就连身为高级法师的艾尔也不例外 所以只能另想办法 就在此前 他来到了诺尔先生的店铁 当听闻他要巴伦库肉 诺尔先生也是下语 但诺尔先生告诉他 这种肉欲年也不会有名脉 劝他打消念头 随后艾尔打算使用激将 你说你能弄到我想要的任何人 自信的诺尔先生现在在哪里 于是诺尔先生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最近在柠檬森林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所以他来到柠檬森林 但是这个巴伦库实在是太难抓 随后他打算交给鲁林试试 下一瞬一股恐怖的威压 覆盖了整个森林 伴随着鲁林释放荣誉 巴伦库顿时被强大的威压 下了无反动 无至于晕死过去 鲁林得意地表示 如果你不小心中招 也会跟这只巴伦库一样 片刻之后两人回到饭店 鲁林也是如愿以偿地 再次喝到啤酒 艾尔提醒他不要把酒都喝完了 因为接下来的美食与啤酒很搭配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此刻门特的拥兵团 已经再次等候 众人都在期待着艾尔的美食 他也是把自己的小儿子 米尔丁带过 前辈对这家餐厅好评如潮 我真的很期待 我希望他不辜负你的期望 随后一份金灿灿的炸鸡 就摆在他们面前 想必大家都知道巴伦库 这就是用巴伦库肉做成的美食 这可把米尔丁吓一天 传说中连职业猎人 都抓不到的生物 就这样被做成了食物 艾尔随即示意他们趁热吃 因为那样吃起来才有胃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到巴伦库肉 只是简单的一口 便被他的美味蒸 香脆可口外皮 经过煎炸烹饪过程 变得金黄酥脆 每一口咬下去 都能感受到那点香脆口感 令人难以抗拒 米尔丁更是一口吃两口 艾尔知道这次的食物 看来很成功 但现在人数太多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他便示意鲁林一起帮忙 和鲁林似乎不太情愿 你现在要让一条高贵的 沦为人类服务 这可把艾尔愣住 于是他拿出了奥斯卡眼镜 语气一下子变化180度 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 我们在战争结束后 一起开一家餐厅 然后我们一起经营他 我想感情是可以改变的 但现在我一个人很好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这可把鲁林吓一跳 我现在马上当火 对于一条龙来说 简单的端啤酒应该没事吧 随后艾尔负责做美食 鲁林则负责端食物以及啤酒 就这样忙活了半天 最后也累到趴在桌上 终于结束了 而艾尔也是为他准备好的食物 累坏的鲁林大口地啃着炸鸡 对他做的美食很是满 艾尔也没想到 他会帮忙打扫卫生 难道你终于长大一点了吗 鲁林一下子就泛起了泡泡茶壶 缓缓已靠在艾尔的肩上 因为这是一个餐厅 我们的餐厅 看着累坏的鲁林艾尔也是非常开心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气息正悄悄地靠近 鲁林顿时就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随后慌张地躲在艾尔身后 伴随着大门被缓缓的飞开 艾尔也感到了不安 无论我什么时候去 人类的城市总是令人不快 好久不见 黑龙美迪达那长老 艾尔也知道他是为鲁林而言 原来就在此前 龙族之人抛弃了鲁林和他母亲 尽管艾尔将他带走 黑龙也没有阻挡 这也是当时黑龙族的承诺 但长老却耍起了无赖 承诺是有秩序 讲究先后顺序 在黑龙族中 达到八百岁就被认为是成名 当鲁林滥八百岁时 他也必须前往圣子 这是龙族的规矩 没有人能打破的 打破他就意味着战争 艾尔轻叹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开始 选用上好的牛里脊肉 将其切碎并塑形 加入少许人 与面包一起在融化的黄油中油炸 把肉饼放在蔬菜上 再淋上蒜蓉酱汁 最后再加上一个巴伦库的蛋 连龙都可以贵禄的汉堡包 就完成了 在艾尔的餐厅准备打烊时 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黑龙异族的长老 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带走鲁林 可艾尔怎会让鲁林跟他回去 这长老直接开启了龙人形态 你可能比传闻中的厉害 但你太看不起我们 一旁的鲁林也慌起 并示意艾尔不要发动战争 闻此艾尔也是顿时愣着 什么战争 我说的是打造一个龙血 原来鲁林和长老都误解了他的意思 我们有一整年的时间 而现在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才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吧 黑龙长老 而黑龙长老也给予了肯定 当然随即便离开了这里 我一年后再来 那么艾尔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打造龙血 红尾的内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宝藏 是龙血的象征 很明显 创建一个龙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此刻艾尔却陷入了两半 客人们潮水搬涌 因为有传言说我们有八龙库仲 虽然艾尔告诉他们不会再慢 但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不行 我需要一个减少客人数量的方法 于是他找到了诺尔先生 看着漫山遍野的八龙库 诺尔先生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而他也不知道艾尔抓这么多八龙库干嘛 对此艾尔也做出了几事 接下来我会给你提供八龙库 帝国里唯一一个卖八龙库肉的地方 肯定能吸引很多顾客 让诺尔先生感到好奇的不是这些八龙库 而是艾尔怎么把他们抓到这里 即使是对格雷克城的顶级猎人来说 这也太过分了 在与诺尔先生讨论的条件后 他也是爽快地答应了合作 就在这时诺尔先生好奇 这些八龙库怎么不会跑 直接艾尔在地上刻画了一道法阵 一个巨大的魔法屏障 瞬间将整个山头覆盖 诺尔先生直接就看傻眼了 这根本不可能是一个 学了几年魔法就能做出来的事情 这家伙难道是怪物吗 与此同时艾尔也示意诺尔先生帮他保留 我和你一样是一个战后退休的餐馆老板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餐厅正如艾尔的预期一样 甚至比他的预期还要好 这是不是有点好过头 因为今天没有一位客人 但鲁林却是很开心 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挖洞去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找到一块合适的地理 随后艾尔便带鲁林来到了餐厅那座山的山脚 因为餐厅本身在城郊 所以附近的土地都是他的 鲁林对此也是非常满 但在挖洞的过程中必须要开启魔法 否则餐厅就会倒塌的 听完鲁林就撸起袖子 而艾尔却是转身离敌 我想餐厅不能没有人看守 这可把鲁林愣住 所以你是想要偷懒 画面一转 艾尔便回到了餐厅 他已经很久没有获得这么清醒的时间 就在这时门铃却突然响起 只见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男孩推开了大口 并询问起这里是不是传闻内的可以吃到巴伦库肉的饼 艾尔给予了肯定 但很抱歉 我们已经不卖巴伦库了 你得去诺尔的肉店看看 但他似乎很慌张的样子 随即问到还有没有其他菜品 于是艾尔便邀请他稍等片子 因为他想到了一份合适的美食 想必汉堡应该合适他的胃口 肉饼用的是牛里脊肉 将其切碎并塑形 加入少许饼 与面包一起在融化的黄油中油炸 把肉饼放在蔬菜上 再淋上蒜蓉酱汁 最后再加上一个巴伦库的蛋 连龙都可以贿赂的汉堡包 就完成了 当看得汉堡的那一刻 贵族小孩似乎也很感兴趣 随即便拿起来尝试 可就在这时大门被再次打 随后一个严肃的管家叫着他的名字 闻此迪兰变得害怕起来 并停下手中的动物 如果你吃了这种地方的食物而中毒怎么 但艾尔就不乐意了 你敢说我的食物有意 中间的迪兰随即示意两人停止争吵 紧接着拿出一枚金币放在桌上 便失落地离开了餐厅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 让艾尔固有的担心情 与此同时 鲁林浑身脏兮兮地跑回来哭诉 臭艾尔 接下来到你 而艾尔示意他现在还有重要的事情 挖洞的事情明天再说 并让他开启空间魔法带他过去 可忙活了半天的鲁林表示肚子 艾尔答应他等回来给他做好吃的 画面一整 迪兰已经回到了城堡的房间内 就在这时一旁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门 随后艾尔和鲁林便从里面走 这是你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付过钱了 艾尔随即示意他快吃 看着香气飘飘的汉堡 迪兰也是口水之流 可就在他准备享用知识房门 却被敲响 这让艾尔顿时无语 还能不能让人有一点私人空间了 有治疗术的精灵却每天被烦恼困 而困扰他的问题却不是病人态度 因为很多人都是故意把自己梦伤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能接触到罕见的精灵 在迪兰被管家带走后 艾尔便带着鲁林潜入了城主府中 可就在他准备吃汉堡时 却被门外的侍卫打破 因为侍卫听到里面有其他声音 可迪兰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 随后他向一旁的艾尔询问起 这可把艾尔愣住 艾尔也看出了他是缺乏自信 于是告诉 你是男爵的继承人 他们不能拒绝你的命令 所以要自信 但迪兰觉得他们是不会听他的命令 相反 侍卫总是无视他 见此鲁林轻叹一声 随后大声地表示 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进 一旁的迪兰也是下一条 因为鲁林刚才的声音跟他的一鲁鲁鲁 很快外面的侍卫就离他 艾尔示意他必须要确立自己的优越性 所以从来没有人教导他该如何做 在他的父亲病重后 继母更是让所有人孤立他 并试图限制他的行动 见此艾尔便打算交易交他 你说你想成为一个好人 但领主的地位伴随着责任 因此 你应该能够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在做出你真正相信的决定之情 一定要倾听并思考这些话 如果这个决定对你有利 那么一切都很好 如果不是 那么接受他并承担责任 随后示意他趁热吃掉汉堡便离开 在艾尔两人离开后 迪兰便用力地养上瘾 很快他也被美味的汉堡蒸 在美味的食物处攻险 迪兰一下子顿悟了艾尔 当才给他说的 我明白真正的意思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画面一准 艾尔已经出现在餐厅的郊外 而他刚才说的话 只是临时给他编的 希望迪兰不要当枕 接下来就是回去给鲁林做好吃的 另一边 来到格雷克城郊的一片森林 这里有一家很受欢迎的诊所 那里的医生拥有高超的技术 甚至还会魔法治疗 但这并不是他受欢迎的原因 顾客涌向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这家诊所不是人类台 而是一位罕见的精灵 可他现在却忧心忡忡的样子 随即说到他在考虑要回老家 这让雷恩很适应 艾尔也做出了解释 虽然我很喜欢治疗和帮助 但我发现没有人对治疗感兴趣 人们不惜一切代价 想见那个精灵女 而不是我这个医生 甚至还被他们的家人谩骂 这让艾尔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现在连坚持下去的动力都没有 你是不是也讨厌我 艾琳娜随即否定了她的看法 正因为有雷恩夫人这么好 我才能坚持向你 雷恩知道现在她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她会这样 就像她一样 虽然诺尔晚上睡觉的呼噜声很大 但是她做事情确实非常很好 而之前你是喜欢治愈病人的感觉的人 艾琳娜给予了肯定 随后雷恩向她推荐了艾尔的餐厅 这让艾琳娜很适应 我想你会喜欢的 因为艾尔的餐厅就是这样的地方 画面一种 只见艾尔正在挖着山洞 凑巧遇上了诺尔先生 带她的侄子过来是否 而诺尔也是跟她说了 会有一位精灵族的人过 随后艾尔便赶回了餐厅 因为精灵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种子 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城镇 所以不能带忙她 可当她推开大门 却是突然愣不 只见精灵正瑟瑟发抖地朝着鲁林跪了 因为她看出了鲁林是一个伟大的 如果你做我的仆人 我就原谅你的无礼 见此艾尔瞬间实话 在对我们的顾客做什么 一份简单的番茄概念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在此前 精灵听取了雷恩夫人的建议便来到了这里 但她却发现只有一个小女孩 随后询问起了是不是艾尔的贪听 鲁林也是给予了肯定 而鲁林从她的气息中看出了她是精灵 所以精灵确实很漂亮 这让她不知所措 你看起来也很漂亮 比我年轻多了 就在这时鲁林咧嘴一笑 你是说我很年轻吗 就我们种族而言 我还年轻 但我应该比你年长 下一瞬一股恐怖的威压片从鲁林身上报 你怎么敢到我面前这么乱说 吓得艾铃娜马上就跪下道歉 如果你做我的仆人 我就原谅你的乌鱼 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艾尔看见 见到艾尔她开心地表示 是在给餐厅找打工夫 坐在她以为能受到表扬时 不料只听到哐当一声 鲁林就变得头脚真肉 这让一旁的艾铃娜变得非常鲁 我现在是在做梦吗 她绝对是一条黑鲁 这个世界连小孩子都知道 龙族是不能轻易招惹的存在 他们是行走的自然灾害 只要他们愿意 可以轻易地烧毁整个村庄 他们是最强大的物主 然而 她对待龙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那家伙是谁 随后艾尔便替鲁林的行为道歉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艾琳娜也非常好奇艾尔是不是人物 艾尔则给予了肯定 想必你也知道了 那个孩子是一条非误 并希望艾琳娜能保守这个命 当然 因为我还不想死 这让艾尔不知所措 鲁林给她的第一印象很差 就在这时她询问起 金灵是不是雷恩夫人推荐过 金灵肯定了她的看法 没错 我就是艾琳娜 我们真的搞砸了第一印象 会不会给我们餐厅差点 我听说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食物 即使他们只是用蔬菜做 所以便想来尝试一下 从艾琳娜口中得知 金灵族的人是不吃肉食 因为他们无法将其消化 很快艾尔就想到了一份合适的菜 番茄盖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加入切碎的洋葱 大蒜和蘑菇 用加热的橄榄油煎锅 并且用筛子锅油 放入油锅中 用盐 糖和其他香料炒温 降低温度同时确保酱汁不会烧焦 当酱汁失去水分时 将面放入热锅中大火煮8分钟 一定要留一些面水 最后把面和酱汁混合 用面水调节酱汁的黏着 然后西红柿盖面就做好了 随后艾尔让她随意品尝 因为这里不含任何肉 面条经过番茄的上色变得色子又有 并且散发出淡淡清香 与此同时诺尔先生的乌巴肉已经做好 但艾尔发现她的侄子好像一脸心事点 于是她准备询问艾琳娜食物合不合同 回头看去却发现她在狼腾虎咽的吃着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不到三两下就全部吃完了 不顾自己的吃相弄得一嘴番茄汁 以至于都没有发现一旁的艾尔在看着 这让她变得害羞起 随后艾尔便给她递上餐具 并示意她不用紧张 艾尔也看出了她很少在外面吃 艾琳娜给予了肯定 因为她觉得蔬菜没什么不同 但没想到艾尔先生做的食物这么好吃 所以她决定以后要做这凌场 得到顾客的好评艾尔也放心下 可就在这时 一旁却传来争吵的声音 原来奈琳知道了她是被收养的事情 没想到自己被骗了二十多年 这让她无法集中经历工作 所以就提前离开了矿井 一旁的两人也是觉得非常尴尬 想必坐在这里不算偷听吧 随后诺尔告诉她 你不知道梅夫人是怎么把你养大的 她没日没夜的工作 因为她想让你失败 尽管你的父亲在当雇佣兵时早早去世 你不觉得你不是她亲生的孩子 她却做了这么多梅 奈琳表示她知道 但她现在不敢回家 因为中午的时候她和母亲吵架 文子诺尔先生十分生气 看到两人起冲突艾尔便上前扶植 可就在这时大门被再次推开 是雷恩夫人 她慌张地说道让奈琳赶紧去矿场 因为矿场发生了斗弹 而你的母亲被困在里面 下梁的精灵因为体力耗尽 差点不慎摔倒 但被一旁的男人将其扶住 并对她使用了恢复魔法 这让精灵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她的身份是一位厨师 就在诺尔先生与侄子争产时 雷恩夫人匆忙赶过来 并表示她母亲被困在矿洞里 而她也无法得知会不会出现伤亡的情 文子奈琳便转身奋力朝矿场捧去 与此同时艾琳纳也希望能一同情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治疗 艾尔也换上了法师袍 片刻之后 奈琳在洞口处被拦了下 因为洞口可能会有二次倒塌的危险 随后艾尔便让她冷静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们 在艾尔的劝说下 负责人便同意了她的情景 画面一转两人就出现在矿洞内 就在这时头顶的岩石突然掉落 但被艾尔的魔法屏障拿了下来 艾琳纳没想到艾尔竟然还是一位魔法师 这让她感到非常好奇 比起这个 艾尔更想知道是什么让她隐身犯息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仅仅是靠两个人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所以艾尔打算使用魔法探查 在灵魂的指引下 很快就发现了性命 经过艾琳纳的检查后 发现腿部的伤势比较严重 最后在她的魔法治疗之下 伤势很快就回复 而接下来他们需要帮助更多的人 艾琳纳负责治疗伤员 艾尔则是用魔法将石头抹开 然后将人送出到洞外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矿洞的镜头 在这里发现了奈琳的母亲 经过艾琳纳的检查 发现她的头部受了很严重的创伤 艾琳纳需要发动更高级的治疗术 但她也不能保证过的效果 画面一转变来到了洞外 所有的伤员都被成功解救了 在艾琳纳的闽地下 梅夫人也成功脱离了危险 她眼睛附近的伤并不严重 所以绷带取下 她就能正常生活 看着受伤的母亲 奈琳感到非常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 母亲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在这时梅夫人醒过来 见此众人才风一口气 而她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奈琳有没有受伤 这让奈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梅夫人并没有要责怪她的意思 与此同时 艾琳纳解释她进矿洞的原因 就在此前 她本想关掉整体回到自己的家乡 虽然人类的生命比精灵短多 但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想这里有太多我珍惜的东西 我不能就这么离开 我喜欢人类真诚的情感 现在我也知道这里的食物有多好事 说着说着 艾琳纳就因体力不治而站不住脚 但被艾尔一把掺服了 对此艾琳纳感到十分抱歉 随后艾尔便给她释放了一道精灵的灰虫窝 一瞬间她就感觉身体变得轻盈虚 这是她在队伍时一个精灵族的人叫她的 她的名字叫贝登 这让艾琳纳非常震惊 因为贝登是他们精灵族的大英雄 而她对艾尔的身份更加感兴趣 另一边 被罚的鲁林还在骂骂咧咧地跑着山洞 就在这时一股泉水突然打在她的脸上 难道挖出喷泉了吗 男人发现温泉的第一箭矢 竟是和一条799岁的黑龙泡走 在鲁林挖洞穴的过程中 却意外地挖到了天群 为了确定她的位置 于是鲁林就开始向下挖 这让艾尔很是生气 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为 尽管鲁林向下挖得很深 但水的源头连艾尔的魔法也无法开启 现在洞内的空间已经被扩大 所以必须要有东西支撑 确保上方不会弹大 艾尔随时开始临唱魔法 很快一个高阶的八级魔法便被凝聚出来 而鲁林则示意她要小心 因为八级魔法控制不好 肯定会把山顶弄碎 那适当的 伴随着艾尔将魔法制除 产生的能量瞬间把整个洞穴都点了 片刻之后 一个巨大的护盾就将山顶支起 与此同时刚才消失的地下水也有了动静 下一瞬便从地下喷哑 看着泉水带有水蒸气 艾尔知道了这应该是温泉 想必是刚才的魔法让她变得活跃了 见此鲁林打算清洗一下身上的污渍 可艾尔还没来得及提醒她就冲了过去 油料一下子就被烫红穴 随后艾尔示意她以后不能这么鲁莽 而鲁林却生起了闷气 我怎么知道是热的 紧接着艾尔用隔绝魔法将水分离出来 因为在水没有流动之后污垢会自然沉降 护盾里就能获得干净的热水 就这样一个简易的温泉就做好了 随后艾尔将鲁林抱起 一把便丢到了温泉里 没反应过来的鲁林还以为她要吃黑龙虎 艾尔示意她过一会就好 于是自己也泡进了温泉 就在这时鲁林询问起了她中午去了哪里 在得知了是跟精灵去救人之后她非常生气 艾尔解释到受伤的人需要医生 因为她不擅长治疗魔法 生气的鲁林表示她讨厌所有的种族也包括精灵 除了艾尔我谁都看不起 闻此艾尔便打算教她一下做人的道理 于是她用魔法阵烧起了开水 再将水倒入杯中 然后拿出了一盒咖啡 并让她尝试一下 而鲁林也好奇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 艾尔解释到这是一种名叫可可多做出的粉 随后她简单地尝试了一顿 鲁林没想到还有又苦又甜的食物 原来艾尔在里面加了些许的糖 它看起来像一种简单的粉 但它需要经过大量的种植 发酵 风被压榨等过程才能制止 很多人努力工作我们才能品尝到 就像坍塌的矿洞一样 虽然我有能力炸毁山脉 但即便如此 我也就不了一个受伤的人 没有诺尔先生 我连餐厅的食材都弄不到 即使我用魔法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大空间 我最终还是要让矮人建一个巢区 种族能力和个性可能存在差异 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而排斥所有人 即使是龙也不能独自征服事迹 文慈鲁林便思考起 他明白艾尔的意思 但我会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对 另一边 门特先生的拥兵团正与一伙盗贼击战 在战斗中双方都挤到了悬崖边上 就在这时门特注意到尼尔丁有威胁 但好在他及时击杀了强盗 可就在这时 盗贼首领抓住了剑系从背后偷袭 索性门特反应迅速躲避了攻击 随即一拳将首领击飞 却不料首领选择同归于尽 彼此抓住了门特 两人就这样掉下了悬崖 画面一转 艾尔的餐厅今天打算不营业 因为他打算给咖啡加一点牛奶 所以他要建一个牧场 这样就能有一个稳定的供应 在建好之后 他们就要去抓可以缠脑的动物 艾尔也了解到了乌卡的具体位置 位于维林特河的上游地区 也许你见过牛 但异世界的牛你肯定没见过 这种名为乌卡的生物不仅鲜美无比 制作出来的汉堡更是扑他嫩 吃上一口就感觉整个牛群在嘴里奔跑 让你的嘴巴炫个不停 就在此前 艾尔为了能获取新鲜的牛奶 所以他打算建一个牧场 而乌卡的位置就在维林特河上 紧接着他示意鲁林 用传送魔法带他过去 闻此鲁林也是一乐 因为他目前的传送魔法 只能去到他见过的人 而上一次能去伯爵府 是他追踪了迪兰的气息 艾尔则表示不用担心 我会告诉你方向和距离 你就凭感觉走了 尽管鲁林不情愿 但还是开启了魔法 因为他也不确定位置是否正确 画面一整 两人很快来到一个湖的上空 而地下正是乌卡的栖息地 艾尔很信心这次来对了地区 鲁林也给予了肯定 但是能不能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 这时艾尔才想起鲁林是一条黑龙 龙怎么会害怕天空呢 打开你的翅膀就好了 而鲁林却不愿开启黑龙形态 见此艾尔只能释放悬浮模仿 他不知道为什么鲁林总是讨厌龙形态 似乎他内心埋藏着很大的秘密 但艾尔也没有刻意地询问 很快两人就平安地落到了地面 鲁林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湖泊 艾尔随即解释到这沙海 他没见过也是正常 因为他以前一直在山洞 所以艾尔决定抓完乌卡 就带他到海洋里乱运 闻此鲁林变得兴奋起 并示意艾尔要抓多少只 他随即表示要来一场比赛 输的人要回去洗碗 另一边 餐厅的门口正有三人等候 没想到从中午等到的下午 也没见到艾尔 他们虽然都是胃口不一 但大家都有自己心心念念的食物 他们也是下定决心 要吃到艾尔做的美食 与此同时 牧场的位置开启了一道传送门 只见鲁林和艾尔 湿漉漉地走得出来 并且后面还跟了一群温顺的乌卡 这一切都是鲁林的功劳 因为飞龙的血脉可以压制很多动物 而接下来只需要搭建一个 工腾里睡觉的东西 牧场就算完成了 当艾尔回到餐厅时 也是顿时愣子 只见三个人准备饿死在他的饭店门口 艾尔也没想到他们会一直等候 片刻之后 诺尔先生大口地吃着五花肉 再次吃到美味的食物 挤人才心满意足 如果今天吃不到 想必餐厅一旁会多三个坟墓 而我们的打工仔鲁林再次做起了洗碗价 就在这时 诺尔先生询问起了艾尔间牧场的事情 想必这么大的牧场需要一个帮手才行 艾尔肯定了诺尔先生的看法 因为需要有人一直盯着草地 以及给他们喂食 所以他打算准备弄一场面试 闻此诺尔先生也来了兴趣 并示意艾尔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 艾琳娜能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意识 迪兰学会如何找到值得信赖你 作为回报 你必须要给我们做一份好吃的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艾尔准备了一份牧场的招聘信息 不到半天餐厅就排满了前来面试的人 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场面试 第一个进场的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诺尔先生看到他没有一点 马上就pass掉了 第二个进场的是一个帅气的小伙 而他的表现给诺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旁的艾琳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经理 随后满脑子都是不好的乡人 艾琳娜随即就表示失败 当诺尔先生得知他的想法后 也十分生气 随后来了一个有着管理草场 三十年经验的大叔 他承诺可以把养殖场 变成城镇最好的草莎 闻此迪兰对他发起了讨论 你对乌卡今后的发展有什么规模 以及生产奶制品销售的激励措施 还有关于如何处理疾病和受伤的情况 这可把男人听得一愣一愣 还没等三人宣布结果 对自己的一个农场要求这么多 想必你们是疯了 而鲁林也没想到找一个工人会这么多 很快又到了下一场面试 失败 你就是刚才在我的肉铺里想讨价的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 你的回答不及格 没想到面试了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功能 这让艾尔怀疑起了人生 会不会是因为招聘公告上的工资太低了 就在艾尔以为没希望时 大门被再次推 没想到是米尔丁 一个简单的披萨 却是女人最真诚的爱意 可男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打 并吃到肚子 就在艾尔打算结束面试时 没想到米尔丁却出现了 这让诺尔先生很适应 因为他之前听说门特被派去保护伤队 随后米尔丁给他们讲述了 拥兵团遇到的事情 在保护伤队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杰弗 而门特与他们战斗时不小心 从悬崖掉进去 闻此诺尔先生也非常担心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米尔丁表示他的外伤已经全弱 但他的腿受了很严重的伤伤 已经从雇佣丁的工作中退休了 艾尔示意他应该让艾琳娜与他看 也许可以帮他恢复 就在这时 鲁林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你想在这里工作 艾尔随即示意鲁林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这样问 鲁林委屈巴巴地表示 我只是好奇 米尔丁犹豫骗隔 我想找一些我将来能做的事情 因为我希望以后能跟他在一起工作 闻此众人皆是一乐 诺尔先生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不会是说你爱上他了吧 今年你多少岁 随后得知了米尔丁今年29岁 两人之间相隔了12岁 可米尔丁表示自己并不介意 艾琳娜表示 这在精灵族中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人类中相差却是大 然而米尔丁已经下定决心 我已经不再做雇佣兵了 如果我不能在这里工作 我会饿死在街上 鲁林对他的决心很是满意 我接受你们在这里工作 米尔丁对此表示担心 紧接着艾尔问道 门特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米尔丁想等他从牧场 拿到第一杯牛奶时 请他一起工作 因为以前都是门特教他 现在他也想像门特先生以前一样 艾琳娜也佩服他的决心 而艾尔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菜品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米尔丁一大早就来到了牧场 并示意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于是艾尔让他把乌卡放出牧场外进食 米尔丁也没想到 平时狂暴的乌卡会变得这么温顺 想必是使用了什么了不得的魔 没想到乌卡只是扭头就给他撞了 随后他使用九牛二虎之力 刺法让他 而当时被一脚踹飞 一旁的艾尔只能为他祈祷 米尔丁你要坚持 农场工作的艰苦仍在继续 如果他们是野生动物 不需要护理蹄子 因为他们在活动中会磨损 但如果你养他们 他们需要定期保养蹄子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 米尔丁累的摊在地上 忙活了几天没想到连放物都不得 更别说挤奶了 照这样下去 我还没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就会被挤 就在这时 所有的乌卡都围了上去 随后米尔丁将目光放在一旁的罐子 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片刻之后 米尔丁兴高采烈的把罐子带回汤村 他终于收获了他第一份劳动场 就连艾尔也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就拿到零一份 艾尔示意他干的努力 接下来就该为美食做准备 首先 在低温下对牛奶进行80消毒 30 不能让牛奶沸腾 然后稍微降低温度加入醋食牛奶 如果有凝乳煤会更好 但在这里只能用醋浆久一些 凝固后将凝乳切开 从乳清中分离出来 将进过盐水和热水的凝乳拉伸折腿 在这个过程中去除残留的气泡 剩余的乳清和水分 然后塑造成型 米尔丁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奶 随后艾尔示意他 你准备什么礼物给文特先生 米尔丁一下子就修红了你 虽然他没有准备好 但这是一个表白的机会 而艾尔也是吹起了你 想当年只要我走 女人就会排起长队 那你有恋爱经历吗 这让艾尔顿时愣 因为他一个也没有 但艾尔表示 只要你不够真诚 文特先生会感受出来的 画面一准 文特的房间门被敲起 他没想到大家会找到这个人 随后他只能尴尬地表示抱歉 我不是有意要瞒着大家 这让诺尔先生十分生气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随后艾尔给他介绍了艾尔顿 他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 而此刻的门特也非常好奇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消息 只有拥兵团的人 才会知道这个位置 很快他就猜到了是米尔丁 与此同时 艾尔顿用精灵魔法 给门特先生的读治 很快他就能够站起来 艾尔顿表示 完全恢复可能很困 但这将有助于康复 而门特先生也看出了 米尔丁今天非常平坏 你是有什么事情 要跟大家说吗 米尔丁也没想到 这笔他想象中的还要难开口 大家在一旁看着 也是非常紧张 为了缓解甘大的气氛 米尔丁则是将话题 引到了食物上 也许看到食物 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随后一个镶嵌了爱心形状的披萨 出现在众人面前 门特先生也是第一次 见这样的食物 米尔丁为他解释道 这道美食叫披萨 是他为门特先生做的 艾尔也帮了很大的忙 他的形状非常好看对方 不要门特直接就拿了一块 随后艾尔表示 这是用奶刀做的 紧接着门特尝试了一口 香甜的披萨 带着淡淡的奶香 并且口感非常浓 门特先生对他的食物 给予了感觉 而此刻的米尔丁 只能含泪吃香 目前通过食物来表达 情感是失败 不到片刻 食物就被吃完了 随后米尔丁问到 他已过了 算负责 门特表示暂时还没想好 于是米尔丁顺势邀请 你愿意和我一起 在艾尔的农场工作 这让门特顿时愣 你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对吧 那你的雇佣兵工作了 随后米尔丁解释到 他已经辞掉了 因为他要为两人的未来 做好主 大家对米尔丁的勇气 给予了 只有门特先生 纽约察觉不对劲 只见他心态一声 看来我要努力康复才行 既然你不再是雇佣兵了 你就不能找个男朋友吗 这让众人惊讶地待着 到了这个年纪 你应该要去找 诺尔先生也看不下去 这到底是闹得美 紧接着他对艾尔先生表示感情 这让艾尔很是疑惑 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吗 画面一种 晚饭结束后 米尔丁便离开了 几人对他的状态很是担心 米尔丁示意 他们不用担心 我现在很好 随后便与他们告别 但在回过头的同时 他已经未能了 诺尔先生也非常疑惑 他怎么会不明白 艾琳娜是一两人 他明白米尔丁的意思 从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出 与此同时 门特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女人的一个简单微笑 却吓得敌人冷汗直流 原来他是一位高筋魔法师 地基便足以山崩地裂 而他们要刺杀的 正是帝国的皇子 就在皇子踏入德雷克小镇时 百姓们纷纷上前迎接 而城里的少女 更是被他的气质深深吸引 但此刻的希尔哥公爵 很是生气 因为德雷克的城主 竟然没有出来迎接 画面一转 此刻的迪兰正紧张地 询问他父亲的情况 但管家告诉他 伯爵的身体状况不好 所以作为继承人 迪兰必须要自自面断 伴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迪兰还是鼓起勇气走进去 见此皇子便向其微笑地问好 他也是给予了皇子最崇高的敬礼 随后皇子得知了伯爵 因为卧病在床不能出来迎接 他也表示非常迎接 但一旁的希尔哥就不乐意 既然如此 那就意味着该换城主 并让迪兰加入他的阵营 迪兰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也 这些问题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回答 文此希尔哥画风一准 因为大规模的防洪计划和边境王国的内战 我们将打算提高德雷克城市的税率 当然 如果你接受我之前的提议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 面对伯爵的步步紧逼 迪兰随即大声地表示 他准备了一个晚宴 到时候再给你答复 文此皇子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你觉得你能满足一个在皇宫吃过饭的人吗 迪兰给予了肯定 当然 因为德雷克是有一家很棒的餐厅 另一边 现在又到了午餐时间 文此米尔丁便放下手中的牛粮 而今天的午餐是蛋炒饭 此刻的鲁林已经等不及了 但他却没有动手 因为他感觉自己的分量变少 可惜的正式 餐厅的大门却被一脚踢开 随后一群士兵便出现在几人面前 这让艾尔很适宜过 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些人 与此同时士兵缓缓拔出长剑 你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吗 艾尔给予了肯定 但请你收好你的剑 一旁的鲁林干饭人正吃得津津有味 随后他示意艾尔要不要帮忙 下一顺士兵的剑就架在艾尔的脖子上 并让他赶紧跪下 否则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医 闻此艾尔很是生气 这是我最后的警告 滚出我的餐厅 就在士兵准备动手之际 一道声音呵止了他 谁让你这么做 士兵立即停下了手中的动静 当男人摘下头盔 没想到是昔日的战友德里安特 随后刚才的士兵全部被他惩罚一提 在两人闲聊中 德里安特回想起了过去的时光 因为他当时的大义差点导致全军覆没 好在艾尔及时出现挽救的局面 并且拒绝了帝国的奖励 最让他感动的是 艾尔把获得的奖金全部给了他的妻子 因为德里安特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荣誉 而忽视了家里 而艾尔的做法让他很是感动 当他得知了艾尔在这里开了一个餐厅 就第一时间等 并且他准备好了一个计划 要让艾尔的餐厅成为德雷克最好的餐厅 伦此艾尔也是疑论 不然 德里安特持剑冲去 并示意士兵跟上 这让艾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一边 皇子正在前往餐厅的路上 希尔哥示意他应该要护卫队护死 话音未落几发暗器朝皇子写 但被一道魔法拦截 是他们的首席魔法是梅德雷 随后一群刺客便出现在小队面前 伯爵示意他一个也不要放逼 就在这时梅德雷缓缓摘下帽子 这让刺客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但他们的头子示意他们计划继续 下一秒他们便朝梅德雷洗去 而女人抬手就是一个高筋魔鬼 顷客间眼前的地面被翻了个底朝天 一份平平无奇的蘑菇桃 并把七阶法师下得冷汗直流 只因他知道眼前给他们做菜的服饰 是传说中的九阶大魔导师 如果说错话想必死的连渣都没有 就在皇子来餐厅的路上 没想到还遇到了刺客 但梅德雷仅仅只是一个技能 便让他们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皇子敢叹起 梅德雷是帝国最厉害的七阶法师 有他在 我连龙也不怕 梅德雷随即表示皇子过欲 宜兰剑此也感到不可思议 看来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唯一一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对付整支军队的七阶大魔导师 另一边 此刻的埃尔正用魔法将德里安特束缚起来 原来他有一个坏毛病 一旦他兴奋起来就会头也不回地跑 就在这埃尔询问他对其他餐厅使用了什么方法 随后得知了德里安特走遍了附近所有的餐厅 并告诉他们饭菜有童子 这可把埃尔愣住 这很有创意 但这不是我想让你做 德里安特为此感到十分抱歉 与此同时一阵马蹄声传来 士兵们马上变得严肃起来 德里安特见此也做出了行 皇子没想到德里安特也在这里 他也是做出了解释 我听说这里有一家不错的餐厅 所以就想尝试一下 皇子示意他不用这么聚谨 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来 紧接着皇子便向埃尔打起了招呼 你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埃尔给予了肯定 欢迎各位的光临 而埃尔也很好奇一个皇子 为什么来到德雷克城市 与此同时 皇子注意到埃尔身上穿的法式袍 是以前的这衣服 埃尔解释道 我在法式军团服役过一段时间 但我已经退休很久 闻此皇子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一定认识他 我的随身护卫法师 他以前也是军团的一员 随后皇子示意梅德林 过来看看他的后面 希尔哥感到十分不愿 因为他觉得来到这个小餐厅 完全是浪费时间 和一旁的梅德林 却是吓出了一身冷 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怪物 在希尔哥的提醒下 他才回过神来 随后慌慌张张地下了马 梅德林你认识眼前的魔法师吗 而梅德林却是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因为他必须要小心行事 如果让他生气了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威胁 于是埃尔露出了友善的威胁 我想我们没有见过面对的 梅德林连忙点头 确实没见过 很高兴认识你 埃尔先生说他不认识我 我觉得他这么做是为了不忍啊 在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尽量保持一切正常 紧接着梅德林说道 这家餐厅将为殿下举办了一夜 对于一个厨师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埃尔点了点头 画面一转 皇子一行人便出现在了餐厅内 而他正夸赞着餐厅的卫生不错 埃尔也笑着表示抱歉 这里没有像皇宫那样复利堂皇 随后埃尔画风一转 冒昧地问一句 殿下是如何找到这 听说这家餐厅的食物 会让皇室都感到惊讶 对吧 而埃尔将目光投向迪兰 他大大了解其中的原因 没想到我平静的生活又被打过 迪兰父亲因为身体原因 所以他陷入权力斗争 没有办法就向我求 埃尔也注意到希尔戈 他在权力欲望方面 是王宫里的前三名 随后埃尔将目光落向皇子 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 我不能就这样算了 此刻的皇子正讨论着餐厅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所以你不应该对他有信心吗 随即便提了一个赌约 如果在餐厅里 没有让他较绝的美食 迪兰就需要绕着 德雷克城市罗根一拳 滚死迪兰顿时一惊 埃尔示意他不用担心 接下来的美食 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所以你是同意了我们的赌约 一道让皇子大吃一惊的菜 有可能吗 他可能已经尝遍了 帝国的每道菜 但埃尔有了自己的主意 随后第一份开胃菜 羊肉炖蘑菇就做好 皇子对此也很是期待 用一道菜 给这样的人一个惊喜 哥哥也同意皇子的看法 而此刻的埃尔没有一丝慌张 让我们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此刻梅德林正颤抖地将蘑菇汤打开 里面的蘑菇呈现出一行文字 请给我一个热烈的答复 德特把他吓得一哆嗦 这不是世界级难题吗 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随后梅德林拿出了他为数不多的眼睛 这汤真好喝了 从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蘑菇汤 我觉得胃里好像长了蘑菇 德特把几人看的表情都萎缩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演技有了 但真的不多 一只普普通通的烧鸡 惊吓得帝国皇子冷汗之灵 只因男人释放的杀意 随一旁的七阶大魔法师也不敢吱声 就在此前 梅德林一场的表现让皇子感到非常差 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于是他打算再品尝一次 这让迪兰也感到非常好奇 虽然这份羊汤味道确实不足 但是他觉得 梅德林并不是因为这份汤 才做出过度的粉 住在宫中的法师 不可能没尝过这道羊肉蘑菇汤 谁能强迫一个七级法师做点什么 随后迪兰将目标缓缓看向后面 而此刻的艾尔已经笑出了节节节的声音 与此同时 皇子再次尝试后也没有发现不一样的 这和皇宫里的味道差不多 地旁的希尔哥随即表示 我从没想到你会这么喜欢羊肉蘑菇汤 当我们回到皇宫时 我会把它列入你的饮食 蚊子梅德林下的一多数 立马示意希尔哥 我只是比较喜欢这里的羊汤 在梅德林喝完之后 没想到还有另一行蚊子 原来艾尔让他喝完之后到餐厅外面 这可把梅德林吓一 如果没有把汤喝完 岂不是要倒大没了 皇子好奇地询问希尔哥 难道梅德林以前吃饭都这样 希尔哥无奈地摇了摇头 画面一转 梅德林就来到了外面 而艾尔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紧接着梅德林小心翼翼地上起 下一顺 一道强大的魔法覆盖了她的群身 是隔音魔法 艾尔给予了友善的问候 好久没见到你 梅德林女士 你在那里的表现非常好 但是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因为我记得我警告过你 我们不应该再见面 本此梅德林连忙做出解释 我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您住在这里 随后艾尔询问他 皇子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是名声最差的皇子 因为艾尔听说他好色到了放荡的地图 对权力没有兴趣 没有见到他是艾尔也以为是这样 直到看到他今天的表现 一个假装不专制的人 但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 为自己模仿 他在用自己不好的形象做挡箭牌 再向德雷克城主施压 我认为吞定德雷克是 希尔哥公爵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想法 但事实上这是皇子自己的想法 对吧 梅德林没想到他连这也能看见 但身为皇子的护卫法师 即使你折磨我 我也不能告诉你那么多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是吗 就算我们严刑拷打你 你也不肯说出来 让我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见到鲁林的那一刻 梅德林腿都软 现在崩溃的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回家 片刻之后 当几人看到梅德林时感到非常差 因为他的脸色非常惨 而此刻皇子最关心的 还是和狄兰的赌约问题 如果拿不出让他大吃一惊的食物 那么就是他赢了 让我感到吃惊的食物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今天没有惊喜的心情 面对皇子的嘲讽 狄兰只能选择沉默 随后皇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又不笨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对吧 就算是你父亲爬起来给我做 我也不会打到意外 除非你能给出我想要的答案 在皇子的压迫之下 狄兰并没有选择屈服 活爵是一个有责任的职位 我有权利让百姓们 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能忍受自己的耻辱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这家餐厅 如果我输了 我就在城市裸奔一群 画面一转来到傍晚 今天的美食终于做好了 紧接着皇子示意艾尔 这道菜有很多厉害关系 你看起来很有信心 艾尔笑了笑给予了肯定 当然 待艾尔揭开盖眼 一个黑乎乎的泥团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让希尔哥很是疑惑 难道我们今天要吃这个 艾尔拿出锤子 否定了他的看法 伴随着艾尔敲打泥团 里面的叶子随之显现出来 随后一只香喷喷的 巴伦库映入眼 皇子也好奇艾尔是怎么做到 艾尔解释道 这道菜从外面看起来 就像一坨不见 如果陌生人看到它 他们会问这是什么菜 这是因为它本身 就是一个惊喜元素 并且他们也无法 猜到里面的食物 而皇子也听出了 艾尔的话里有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 艾尔看着手上的泥团 表示没什么 这只是一道普通的菜品 其深刻含义是 大规模驱逐中央贵族 以加强王权 这有点像王子殿下 扮演一个混合 本死西尔哥手里的餐具 禁止掉舞 梅德林只能低着头 不敢出声 当然 我不应该戳这道菜 而泄露秘密 对吗 我们的皇子殿下 他本是无比高贵的皇子 却被一个厨子下的喜笑言开 理因他知道 如果不笑他可能会死 原来艾尔通过皇子的言行举止 就推断出他之前的人设是伪装的 因为羽龙的战争帝国 失去了对城市的控制 皇帝只在少数几个城市 巩固了自己的权 在贵族崛起的背景下 皇子必须想办法生存下去 本此皇子顿时一惊 以把自己表现的人畜无害的样子 对政权一点兴趣也没有 而一旁的西尔哥公爵也黑着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但艾尔并没有对欺利 皇子殿下的行为 其实都是演习 为了夺回失去的王位 命令的集结军队 准备反击贵族 如果这种情况蔓延开来会发生什么 他将被撤出皇子的位置 西尔哥立马打断了他 兵得德里安特上前将其控制 我要让这家餐厅将不复存在 这让德里安特不知损负 艾尔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 紧接着西尔哥威胁他 想必没有舌头的人不会说 艾尔笑了笑 你觉得摆脱我就可以了 看德里安特没有动手 他立即叫梅德林把艾尔绑起 这可把梅德林吓得一哆嗦 大人我不能那样做 而西尔哥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人看起来很害怕的艳 不服气的他想让士兵立即动手 但皇子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随即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起八轮库 完全没有了皇子的行星 这可把几人看得一愣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此刻的皇子吃得津津有味 并不断夸赞着好事 你们也赶紧尝试一下 但此刻的西尔哥却不肯坐下 见此皇子大发雷霆 拳头狠狠地打在桌上 立马给我坐下 而这也是西尔哥第一次看到皇子这么生气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还是和皇子品尝着美食 紧接着皇子便询问他味道如何 难道你没有感到吃惊吗 西尔哥听懂了皇子的言外之意 随即给予了肯定 当然 看来这次结论已经出来了 如果我说我对如此美味的菜肴不感到惊愿 那我就是在撒 恭喜你 这次的赌局是女人 文子迪兰很是高兴 皇子再次对艾尔给予了感谢 随即便打算离开这 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待一天的 但我已经听到了德雷克男爵的回答 现在我该回皇宫了 见此迪兰也感到十分好奇 虽然我赢了赌约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艾尔示意他不用多谢 现在你还理解不了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动不了德雷克城市 那么接下来该吃饭了 可不能把他浪费 另一边 此刻皇子一行人一路上回去得很安静 德雷安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感觉气氛怪怪的 紧接着皇子询问梅德林 那个厨师是你评论过的那个人吗 梅德林给予了肯定 他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皇子没想到果然和自己猜想 一个连贵族和骑士都无法对他付近 闻此西尔哥心头一颤 即使是梅德林和德里安特在此也很危险 皇子同意了他的看法 他是一个不可不量的变数 所以我该赌一把吧 西尔哥觉得不应该生命和荣誉交给你 但皇子此刻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次也不是没有收 因为我们要走的路 比光的身子走在街上更危险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艾尔放乌卡的仓库终于做好了 可就在这时一头乌卡却走了过去 并轻轻地给他来上一截 下一次 仓库竟直接变成了一堆废墟 这可把艾尔愣住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子 没想到这么不经历 想必是因为自己没有建筑知识的原因 与此同时鲁林询问他 难道餐厅不是你建的吗 艾尔给予了肯定 他是建筑师完成的 看来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了 这让鲁林很是疑惑 一个建筑工匠居住的地方 画面一整 来到米利奥雷克山脉的山脚下 此刻他察觉有人在他的洞口附近 他正是红龙瑟琳娜 看来是太久没出去 我会让你意识到你在侵犯谁的地盘 本是尊贵武器的鲁林 如今却变成了娇滴滴的上路 只因眼前的男人是传说中的九尖魔导师 如果表现不好 很有可能会变成探讨鲁林 就在此前 艾尔和鲁林因为修建仓库的事情 踏上了前往寻找矮人工匠的人 而鲁林也好奇 难道不能找一个人类工匠吗 艾尔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建一间坚固的仓库 在建造方面没有人可以媲美爱 随后两人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洞口 不让艾尔没想到的是 和之前来的时候天差地别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破败凋零 并且连入口的守卫都不见了 就在这时艾尔内心猛然一阵 因为她发现了地上全都是士兵的骸骨 看来是有人比他们先到达这 该死的究竟是谁 而此刻在洞穴里面的瑟琳娜 也察觉到有人靠近她的地盘 我会让你意识到你踩的是谁的地盘 对外来者的到来她很是开心 因为她已经无聊了很久 就在她起身前往时 却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皇冠 疼痛感顿时袭遍全身 这该死完呀 之后她一个顺身来到洞口前 我以为会是多强大的族人 没想到还只是一个小孩 这不是很令人失望吗 此刻瑟琳娜还在嘲讽生气的艾尔 一个小小的人类也敢踏足我的领 与此同时 艾尔询问矮人的事情是不是她干的 面对艾尔的询问让她顿时愣着 你起码要尊重一下伟大的龙祖 下一世子她就对艾尔吐出了一道龙岩 见状鲁林示意艾尔赶紧躲开 因为人类的魔法对她无效 可艾尔并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她眼神中充满了凌瑞的杀气 开启了一道普通的九阶魔法 一瞬间 所有的龙岩全部被屏障吸走 这可把瑟琳娜顿时愣着 这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艾尔抬手间就释放了一道魔法攻击 体型巨大的红龙被击退了数据 并且把她坚硬无比的鳞片击穿了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很快她就想到了是那个人 凭一己之力击杀了所有红龙的男人 但是你怎么会和一条黑龙在一起 艾尔轻叹一声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眼看艾尔再次释放魔法 瑟琳娜连忙求饶 不是我干的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原来在瑟琳娜到来之前 这里已经是一副破败的景象 因此她没有收到任何的贡敌 眼看艾尔不相信她 她示意艾尔山洞内还有一扇大门 看到艾尔对大门赶进去 她剥了剥自己的头发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去那 我可以亲自带你过去 跟我在一起 不是比跟那个小孩在一起有趣多了吗 下一瞬 鲁琳一个神龙摆尾踢了过去 艾尔可是我的 瑟琳娜的大腿受到了二次伤好 疼得她再次跪倒 她的位置在哪 瑟琳娜颤颤巍巍地指着前方 而此刻鲁琳感到心情非常愉悦 片刻之后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矮人的城镇中 但这里早已变成一片碎须 鲁琳看着建筑上战斗的风景 很明显这是龙族留下 艾尔也同意了她的看法 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她干的 与此同时 一扇巨大的铁门出现在两人面前 上面布满了龙妹的咬粉 看样子她非常坚固 就在艾尔准备将其打碎时 文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请回去吧 非法地入侵着 艾尔随即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矮人沉默片刻 随后十分愤怒地说道 是一条红色的巨龙将这里摧毁 文慈鲁琳非常生气 我就知道是她干的 可艾尔却一把抓住了她 在那之前 我们先听她把事情说完 为了吃到美食 他们最终打开了尘封已久 在鲁琳得知是 红龙袭击了矮人分装后 是生气 随即就要给瑟琳娜一个教训 可艾尔却抓住鲁琳 因为她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紧 从大门的坟计来看 这应该是几条红龙同事 发起攻击造成 而现在艾尔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文慈鲁琳很是疑惑 艾尔笑了想 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随后从矮人口中得知 大门关闭了一年之久 艾尔知道一年前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出现这样的问题 也就不足为奇 现在她最担心的就是矮人的食物问题 毕竟没有补给资源总是有限的 你确定不给我们开门吗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帮你们 但此刻矮人警惕性很高 似乎不愿意相信陌生人 如果你们是红龙的手下 这让鲁琳很是生气 随即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见状艾尔捏住了她的小脸蛋 毕竟矮人的担心是对的 就在这时艾尔示意鲁琳把背包拿过来 随后鲁琳从背包拿出了一连串的香肠 见此矮人也好奇地询问她手里的是什么 艾尔慢慢地解释了 这叫香肠 它是用肉末和香料填满肠子做的 居家旅行必备食物 因为它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烘烤 就能刺激人们的食欲 香肠的香味可以飘得很远 特别是在这种封闭的空间 更是久久不能散去 而里面的矮人已经开始坐不住 见此鲁琳知道这就是艾尔的记录 随后艾尔示意里面的 这些东西本就是带来给你们的理 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 我只是想了解矮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要求很难骂 眼看矮人还在犹豫 艾尔果断地收起了香肠 随后从袋里拿出了一罐啤酒 其实很遗憾 因为我用盐淹了这些香肠 想让它们尽可能长时间保护 我想它喝啤酒应该 想必此刻矮人已经被自己的口水淹没 与此同时 封闭了一年的大门缓缓打 艾尔嘴角微微上扬 实在抱歉 我也是颇不得已才出此下子 看着锅里滋滋作响的香肠 矮人的口水忍不住直流 看他们的饭 艾尔知道他们现在食物也已经严重吸血 艾尔笑了笑 你们已经饿坏了 但是也要小心食物烫上 仅仅只是尝试了一口 矮人感觉自己终于活回来 谁知道我们还能再吃这样的食物 虽然空腹不能马上喝啤酒 但是矮人对酒精有很高的耐心 这点度数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随后艾尔注意到一旁的 你认识博尔特扎吗 文词矮人顿时一惊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 原来艾尔与他是朋友 而这些香肠就是给他的礼 片刻之后 艾尔就来到了矮人的山洞梦 经过他的观察 发现这里大概居住了二三室户外 他们是怎么变成这样 很快艾尔就来到了镜头 在士兵通报之后 门帘里传来一道很虚弱的声音 好久不见 古尔特扎尔 此人正是矮人族现任首领 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艾尔身后的女 因为他的气场古尔特扎尔很是熟悉 见首领说话如此恭敬 士兵对两人的身份很是好奇 艾尔也是直接说出了他的目的 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 好端端的矮人村落 怎么会变成了一片废墟 古尔特扎尔犹豫骗口 随后从他口中得知红龙 对他们发起天击 在面对力量上的悬殊 只有少量的矮人幸存地活下来 艾尔随即询问红龙的特征 那条红龙是不是长着红色的头发 和向后生长的紧 古尔特扎尔激动地捂住额头 不止一条 我们被一群红龙围攻 这让艾尔想到了门上的咬 看来都是真的 但是这根本说不通 自傲的红龙怎么会相互合作 除非是某种原因让他们失控 随后艾尔便猜测到 这里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这让士兵内心猛然一震 古尔特扎尔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便打开了桌底下的暗门 片刻之后一道暗门赫然出现 古尔特扎尔讲述了他们矮人的历史 事实上他们已经被红龙攻击了很多次 能够躲避灭绝都是因为这 一具古老的龙海谷 而他是矮人的守护者 当艾尔见到海谷时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从他的体型判断 这条龙至少有五千多岁了 他本是尊贵无人的龙龙 如今却被一个人类吓得瑟瑟发抖 只因眼前的男人是令龙族文风丧胆的存在 看来团了几百年的家产要不保 在艾尔来到矮人的密室后 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一条几千岁的龙海谷 而他正是最古老的龙之一 库拉德 在这个本质精华交给矮人保管后便离去 他之所以把本质隐藏在这个坚硬无比的动物 是因为这个本质可以诞生一个新的龙王 让其他龙俗从的龙王 如果这些巨龙团结一致 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共同行动 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或强大的战士能够阻止他们 而鲁灵却对这颗本质感到无比熟悉 因为他在小时候见过跟他类似 正是在他妈妈那里 最后他妈妈被龙族的长老软禁起 那时候他还不懂这是意味着什么 直到他看到这一生最不想看到的话 每当想起这些鲁灵都会泪流满面 见此艾尔便上前安慰他 因为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鲁灵 古尔特扎尔对此感到十分道歉 让你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这些本质精华往往都是被悲伤和痛苦包容 库拉德曾经也想毁掉他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就在这时 艾尔示意古尔特扎尔 他将在德雷克城市打造一个洞 并希望矮人能一起来 在那里建造一个新的矮人村庄 那块可以诞生龙王的本质 我对此没有兴趣 并且这里已经被其他龙族发起 想必他们会随时发起进攻 古尔特扎尔看着身后的龙 艾尔知道他内心非常纠结 因为他知道家对矮人很重要 所以他不会强迫矮人跟他离开 而是把决定权交给古尔特扎尔 随后艾尔便询问鲁灵好点 鲁灵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难道我们要放着那颗本质不管吗 艾尔示意鲁灵不用担心 因为刚才他已经施加了几道强大的防御魔法 此刻的古尔特扎尔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 毕竟这里有着太多的记忆 就在这时 士兵端来了几根热乎乎的考察 而这也是古尔特扎尔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食物 随后士兵解释到这是刚才的人类留下 本来想让他们等一下 可他们实在是做不到 看着矮人们沉浸在食物的欢乐中 他感到非常惭悔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笑得这么开心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这让他想起了库拉德离去史说的话 当时他询问矮人觉得这个狭小的空间怎么样 古尔特扎尔并没有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这地方对你来说太小了 库拉德爵士 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地方非常广阔 本此库拉德笑了笑 我真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熬过来 随后他拿出了一颗本质精华交给古尔特扎尔 但总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 你会成为所有龙的木鸟 所以当我死去了 请带着矮人离开这里 而此时的他不明白 难道我们要抛弃银河家乡吗 库拉德示意他不要紧 因为到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库拉德注视着矮人 如果没有人活着记住我和这个地方 那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死人不应该妨碍活着的 并且我存在的意义不是让矮人去送死 因为他也没指望矮人能守护住本质精华 随后他在自己的笑声中离去了 看着矮人们重新流露出来的笑容 他终于明白库拉德临走时要表达的意思 对此他感到十分抱歉 是自己愚蠢让大家受了这么多 就在埃尔和鲁林准备离去时 一道声音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当埃尔回头看去 矮人们已经全副武装 因为他们打算跟随埃尔建造一个新的矮人村庄 画面一整 矮人们便来到了鲁林挖好的山洞 解决了建造洞府的难题 埃尔也没想到矮人来到这里就马上开工 古尔特扎尔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矮人不是一直在矮了 所以他们都身体健康 随后他小声地告诉埃尔 每个人都渴望能吃到香肠 埃尔笑了笑 食物方面他保证管够 于是古尔特扎尔摘下了本质精华的戒指 因为他相信埃尔能带领矮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园 看着忙碌的矮人鲁林也很是期待 而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 见此鲁林也是一愣 你难道是想把他吸收了吗 另一个龙王的诞生是绝对不允许 埃尔也同意鲁林的探论 而现在他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另一边 此刻的瑟琳娜还在安抚着他那受伤的大者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高 就在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 难道又是那些家伙吗 可当他看清却是连宝座也坐不住 原来埃尔是想来打探点事情 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你说你以前从未收到过礼物 但为什么你的巢穴里满是闪亮的东西 瑟琳娜也不知道自己做事 会遇上这两尊煞神 还为了让母亲恢复昔日的笑容 竟毫不犹豫朝男人跪躲 只因母亲以前最喜欢吃甜品 而男人虽为法师 但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厨师身份 就在埃尔两人前往矮人的旧村庄室 发现了瑟琳娜隐藏的小金口 并且他刚才还叫了盖瑞德的名字 埃尔很是怀疑 他是不是攻击矮人的凶手 而瑟琳娜却变得扭捏起来 原来他是瑟琳娜的前男人 他经常来这里看她 所以刚才瑟琳娜才误以为是他前人了 这可把埃尔愣读 看来是我误会了 而瑟琳娜才来这里定居半年 他根本没遇到过一群龙 可鲁林对此很是怀疑 那地上这些金币是怎么回事 只见瑟琳娜摇紧嘴唇轻轻打响手指 随后满地的金币瞬间消散了 所以这些都是幻象吗 而瑟琳娜只能委屈巴巴的哭泣 如果你们还不开心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画面一准 两人便回到了餐厅中 而他们对袭击矮人的事情一无所获 想必这的确与瑟琳娜无关 但好在埃尔还有这个本质手机 看来他与龙族的计划有关 与此同时 他们的门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门特先生和埃琳娜 这时埃尔也注意到了 门特先生的管道不见 门特先生给予了肯定 这多亏了埃琳娜的帮助 紧接着埃尔询问起他诊所的情况 是否还是和以前一样 埃琳娜变得很是开心 因为他得到了奈琳的帮助 并且还有许多矿工帮他把守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装病保乱了 埃尔知道其中肯定有梅恩夫人的餐饮 可是在这时 埃琳娜被突然出现的矮人下意 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矮人 接着餐厅大门被再次推开 诺尔先生也没想到大家伙都在这 看来我们的餐厅恢复以往的感冒 画面一整 很快大伙喜欢的美食便端了上 门特先生心心念念的香菇披萨 看来可以让米尔丁经常做给他吃 闻此米尔丁一下子就羞红了脸 而其他人也是狼吞虎咽的侍者 矮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喝啤酒 忙碌了半天的埃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只有一个人站在窗外不敢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要如何开口 就在迪兰准备离开自己 没想到大门突然就打开 原来埃尔早已察觉迪兰的气息 而他也好奇迪兰为什么不进去 跟大家伙一起品尝 迪兰犹豫片刻 竟直接给埃尔跪下 因为他想给母亲做一些面带微笑的甜点 就在此前 迪兰发现母亲的心情越来越长 已经很久没有见他开心的样子 他很担心母亲会因此生病 所以他才打算让埃尔帮他做一道不一样的甜点 画面一转 埃尔便来到了德雷克城堡厨房 他没想到这里厨房会这么 并且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材料 很快他就找到了他需要的物品 而当食物端到维内夫人餐桌前时 他却连一口也没有品质 而是完好无损地端了 这可把埃尔愣住 这是他厨艺生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很快埃尔就找到了原因 因为魏是一个感官器官 当人心情不好时他会吃不下任何美食 那么他一定有很重的心事 迪兰给予了肯定 但他一开始是最喜欢吃甜品 在迪兰小的时候 维娜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母亲 自从他来到德雷克城之后 迪兰已经有很多年没见他笑 见此他的父亲莱登也很势难 但在一次早点时 他们发现了维娜最喜欢吃的食物 由于德雷克当时正处于建设时期 所以莱登陪维娜的时间并没有 他知道维娜身上也挑着很重的大力 所以才对迪兰那般严格 可莱登只想让他过得开心一点 这几年来他从未向莱登袒露心声 甚至连他喜欢的食物都不知道是什么 可就在这时 莱登注意到他第一次把食物全部吃完了 因此他觉得维娜最喜欢的是甜食 自从那一天起 他们连续吃了很多甜点 直到每个人看到甜品都不忍之事为止 最后还是维娜出来打破将军 因为他也对甜品失念 就是那时候 维娜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奋平平无奇的卷着 竟让九节的大魔法师感到无比震惊 词影里面记载了德雷克税款被挪用的所有信息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否与维娜夫人有了 在某一天 迪兰无意听到了门后传来争吵的声音 于是好奇的他偷偷趴在门上偷听 不料大门砰的一声就打了 随后一个男人气冲冲地从里面走不出来 而迪兰也因此被弹飞出去 与此同时 迪兰也注意到男人正是迪德兰城的领主 维娜示意她不用担心 因为她是属于德雷克城的 当时迪兰还小 对此并没有过多在意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维娜仍然像往常一样严厉 不一样的是她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而他们的家开始展现出一个真正家庭的本质 但那段快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切的美好在一天早上彻底消失了 迪兰还是和往常一样与母亲制作甜点 但母亲经过很多次尝试都没能成功 就在两人沉浸在这快乐的时光中时 管家打破了这美好的画面 因为他们的城主病倒 而不如其来的消息让两人不知所措 经过医生的检查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因此很难确定原因 以后就算是想自己进食都是个问题 就在迪兰回头询问母亲时 她看到了这一生都忘不了的表情 母亲的脸上写满了悲伤愤怒和无奈 从那以后 她再也不碰迪兰给她的任何甜点 并和她之间划清了界限 两人的对话只能通过管家传达 迪兰的一切都在她的监控之下 为了过上平静的生活 迪兰跑到外面的餐馆 最后就是遇上了艾尔姐 难道家庭曾经的美好画面 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吗 画面一转 艾尔对这件事情充满了疑狂 尽管城主的病情有很多解释不清的地方 但并不意味着她要疏远迪兰 是因为她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吗 如果这是问题所在 她一开始就不会对她敞开心碎 尽管她的婚姻是家族包办的 但是看样子她后来真的爱上了城主 而其中涉及到的秘密 让她不得不远离敌来 也许这正是她疼爱的唯一方法 片刻之后 艾尔第一时间就来到鲁林房间 这可把鲁林吓一跳 还以为艾尔是来骂她吗 紧接着艾尔便询问她两个很奇怪的问题 如果我突然贪倒说不出话来 你会因此难过吗 鲁林给予了肯定 那么你喜欢吃的甜点也不想吃了吗 这可把鲁林经为疑论 明明喝酒的是我 怎么感觉醉的是你 另一边 维纳正小心翼翼地给城主进食 看着宛如植物人的莱登 维纳的眼睛也失去了光明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她 原来是迪德兰伯爵的管家 这让维纳有一种不好的欲 片刻之后她便转身离开 就在房门关上时起 一道传送门赫然出现 是艾尔和鲁林 紧接着艾尔便让鲁林看看 有没有方法照顾她 而经过鲁林的仔细观察 却看不出任何原因 于是艾尔将目光看向一旁的柜子 也许在房间里有什么重要的线索 而他们现在需要弄清楚 维纳夫人的真正意图 就在这时 艾尔注意到莱登发出了一丝微软的声音 她好像在暗示着什么 当两人顺着目光看去 是一架钢琴 经过鲁林的一通翻转 果然发现了一份奇怪的卷证 想必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但艾尔看清却是一脸震惊 竟然是维纳挪用德雷克城税款的证明 她还包含了如何以及多少税款 被挪用的详细信息 这竟然是她写 紧接着艾尔示意鲁林 我们现在需要确一趟帝都 需要把一位重要的人物带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维纳来到了狄德兰伯爵的房间 她除了是狄德兰城主外 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维纳的父亲 她本是帝国屈之可数的七阶法师 可如今却被一个799岁的女孩捆绑至此 只应在这两个魔头面前 七阶的大魔法师就是个帝 在艾尔拿到狄德兰伯爵的罪行书后 她便找到了狄兰 当狄兰打开后也是一脸震惊 上面记录了维纳偷了德雷课程税费的证据 并且费用全部到了狄德兰伯爵手里 此刻狄兰才明白 这就是母亲一直躲着她的眼睛 但她不明白这份记录是谁写的 艾尔随即让她看最后面的落宝 而狄兰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别人写的 正是维纳夫人自己写的认罪书 可狄兰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走 被帝国发现她将难逃律的责任 而答案已经很明显 因为狄德兰伯爵兰 另一边狄德兰正一脸高兴地问候维纳 但维纳并不想答应 因为她从来没有把维纳当作名对的 虽然伯爵一脸笑语 可却是笑里藏到 接着她话风一准 我听说狄兰迎接了皇子殿下几个 看样子她是一个非常有胆量的孩子 这和某些人告诉我的不太一样 闻此维纳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原来狄德兰一直在派人监视着她的一举 现在发现狄兰成长起来她很吃心 这是否意味着我要把她变成跟莱登一个样子 而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为了和维纳商量 而是通知她 因为她一早就派人行动 想必她很快就会跟莱登一样 这让维纳感到无比愤怒 她没想到自己亲生父亲会如此的 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 而狄德兰所做的一切 被埃尔用传音模仿听得一清二楚 维纳夫人之所以写这封证据 就是为了与她同归于己 但狄纳却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她打算召集军队讨伐狄德兰 见此埃尔直接制止了她 因为现在的情况 没人会听她的命名 并且维纳夫人还在他们的手上 想必狄德兰也不会傻的把毒药带在身边 所以就算是你把她抓住 也很难证明不是她想 如果把这份证据交出去 维纳夫人也会因此受牵连 因此我们要制造一项新的证据 所以要找到一位位高权重的人提供可靠的证据 见到没得临时狄兰也是一论 而这正是埃尔的记录 接下来就是表演时间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维纳夫人已经被迪德兰伯爵控制 现在他们需要去一个地方 而维纳不明白父亲说的所有事情她都做了 可她为什么还不放过迪兰 这让她觉得十分好笑 怎么可能放任一个巨大的威胁部 本来她是想等维纳诞下继承人后再决定动手 可没想到她等了这么久还没动静 所以迪德兰便打算杀光所有人 再将德雷克城市吞并即可 此刻维纳正苦苦哀求父亲放过迪兰 但慈祥的老父亲怎会答应她 现在一切该收尾 当看到迪兰双眼无神那一刻 维纳的内心已然接近崩扩 没想到最后还是迎来了这样的结局 与此同时 一位士兵给伯爵递上一份文件 而她对此也很是好奇 当她看清里面的内容顿时汗流加倍 没想到维纳把所有的魔用记录全部记录在了上 但现在她已经没有记录 此刻迪德兰正开心的两分大线 因为她觉得就连老天都在帮她 只要这份证据消失在世界 就没有人能证明她的罪行 在绝望中 她杀死了丈夫和儿子 然后自杀了 想必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结局 而此刻士兵却是以为那夫人不用担心 因为完美的故事结局不是这样的 就在她手里的匕首刺向迪兰时 却燃起了熊熊烈火 与此同时 梅德林破门而入并将其控制 看到梅德林时迪德兰顿的朋友 随后迪兰便缓缓起身 都结束了迪德兰国举 看着迪兰没事 为那夫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看着自家的房子化为灰烬 但父亲和女儿的态度却是截然不赖 因为这无比豪华的城堡 是靠另一个城市的税款见钱 就在迪德兰以为她的计划就要成功时 没想到梅德林却出现了 这让她顿大人量 再看到已经中毒的迪兰突然开口说话 她知道自己掉入几人的圈套里 与此同时 梅德林示意她放弃无谓的抵抗 明明这一切已经近在迟迟 不甘心的伯爵立马放下手中的兵器 并试图解释自己的罪行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身 仅此而已 可艾尔早已料到这老狐狸不会轻易承认 所以她让梅德林做好充足的准 把迪兰刚才吃的食物也一同带来 如果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就把剩下的这些食物吃完 闻此迪德兰冷汗直流 因为这些食物里面藏着什么她最清楚 此刻她颤颤巍巍的拿起面包 但下一瞬她却将所有的东西拿 随即就将维纳的罪行也一同说了 而死到临头的迪德兰还想拉一个垫背 真不愧是我的老父亲 可这时迪兰打断了 因为她刚才亲手将证据销毁 迪德兰瞬间被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这些卑鄙的家 于是她立马让一旁的士兵动手 但普通的士兵又怎是魔法师的对手 更何况眼前之人是七阶大魔法师 梅德林示意她 有一些东西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乱动 无论你是将领还是贵族 就算是皇帝也一样是人 所以一切该结束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德里安侧已经率领士兵将伯爵府包围 如果还有人想试图抵抗 那就让她见不到中午的太阳 不到片刻所有的士兵便放下兵器投降 那些德雷克的叛徒也一样 被控制起来的迪德兰还想让梅德林放她一门 见梅德林没有搭理她只能无能狂 眼看事情完成得差不多 艾尔便解开了为难夫人身上的束缚 就在她愣神之际 一道声音打断了她 迪兰上前询问母亲受伤的情况 而维纳却不敢正面指示迪兰 因为是她才让德雷克陷入危难之中 甚至还听信了迪德兰的话挪用了睡补 维纳对自己的罪行感到非常自责 她希望迪兰不要原谅自己 然而迪兰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但她却是非常生气 因为维纳将所有的事情都瞒着她 无论如何你都应该要把处境告诉她 我相信父亲也会支持你 因为你也是我们的家人 所以请不要低头 维纳也没想到自己错误的决定 让迪兰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 画面一转 被关押的迪德兰还在骂骂咧咧 此刻她还想要东山再起 因为她在皇宫中还有靠山 等她出来她要消灭所有和她作对 闻此艾尔让她别再痴心妄想 因为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而见到艾尔能踏空而行后 迪德兰顿时汗牛加倍 你是帝国派来的法师吗 但艾尔并没有回答 只是让她回头看看自己承诺 在别人看来是如此的脆弱不可 而迪德兰只能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城堡 第二期 她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另一边 在德雷克的危机解除之后 迪兰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到国决府做的 一个期待已久的甜点声音 雷恩夫人对此很是期待 但诺尔先生似乎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随即只听到哐当一声 幸好这次没带平底锅 汝林和艾琳娜也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甜点 一旁的违奈夫人也亦是如此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众人 为了纪念德雷克的胜利 今晚还有一场特别的给予 当众人抬头看去皆是一领惊艳 没想到迪德兰的城堡竟然漂浮到了 伴随着艾尔推动魔 直到随即变成了一颗能量球 迪德兰毕生的心血就此灰飞烟命 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东西 下一瞬城堡 就此为烟花般战 驱散了每个人心中的黑暗 与此同时 维内夫人拿起了久违的甜点 幸福的泪水止不住的溢出 因为这是他一生参与的最美好的晚宴 两人本是青梅竹马 但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们被破封了 可尽管过去了30年 却还能说出相同的问题 在艾尔的帮助下 迪德兰伯爵事件很快就告一段 维内夫人也没想到 还能像以前一样 无忧无虑地吃着甜 因为禁锢他内心的那座城堡 已经被彻底摧毁 从现在开始 他不会因为内疚而逃避现实 而他有一件事情 一直埋藏在心里 他本以为以后没机会说出 现在上天给了他再次开口的记录 其实他选择嫁给了 是因为维内真心想嫁给他 另一边 迪德兰看到自己城堡化成烟花后 便心如死灰 因为他一生的心血都花在上 为了他甚至连女儿也不要了 而德里安特 也把德雷克的间谍处理干净 所以他才出此下策 难道是希尔哥伯爵有什么不满吗 原来他一开始感到很困 但当他得知是埃尔多的之后 便不可置身 如果他知道今晚有烟花演出 想必他会亲自过来 德里安特也感到不可思议 他知道以前埃尔很强大 没想到净孔不如斯 而今晚过后 德雷克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画面一样 当埃尔此来确实更是什么 没想到更美好的明天是青盆大雨 而门特和米尔丁 还在拼命地工作着 下一瞬米尔丁便被吹飞出去 当埃尔得之后 就禁止了两人的外出 因为暴雨天不适合在外面工作 所以他们可以在餐厅帮忙 毕竟现在的客人还是很多 紧接着埃尔便帮鲁林擦去身上的雨水 不然那样会感冒 而米尔丁也一脸期待地看着门特先生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众 没想到一个餐厅也有这样美好的话 真是让旁人羡慕不足 原来是埃尔以前的朋友维恩 片刻之后 一份热气腾腾的鸡汤面 一旁的鲁林打断了两个 只见他拿着一条毛巾示意埃尔帮他擦干 而一旁的威恩眼神很是负责 似乎隐藏着很多故事 紧接着他便当满了一杯酒 你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闻此埃尔顿时愣住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永远不会做的决定 一个你每次闭上眼睛心碎时都会想起的决定 你似乎和你的妻子相处得很好 这让埃尔再次傻疑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而威恩借着酒精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故事 即使我一个人 我也曾经爱过一个人 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年 尼尔这个名字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既然你喜欢了他三十年 为什么不向他坦白你的胆情 威恩笑了笑 因为他做了一个最后悔的决定 那时候的两人情斗出台 自以为只要相互喜欢就可以在一起 直到两人长大开始谈论婚姨 威恩才醒悟过来 他的家人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 于是威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 并约他在城外见面 可那天晚上两人却没有见面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当时威恩被吓得落荒而逃乱 后来他听说米尔平安无事 可威恩却再也没有勇气去找他 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懦夫 说完威恩便放下几枚同理 因为他知道没人能理解他现在的胆识 现在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他害怕会遇到米尔 紧接着鲁林便假装咳嗽起来 那边那个请照顾好你的妻子 画面一整 埃尔看着熟睡的鲁林 没想到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 何等他回过神来 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 看来明天要去了解一下情况才行 第二天他便找到了雷恩夫人 再得知了埃尔要找米尔 他似乎很高兴 原来米尔与琳丽的关系非常友好 但他最近却变得忧心忡忡的样子 脸上带着悲伤的表情 而他也说过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有没有做过让你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问此埃尔顿时呆住 这不是威恩先生说的话吗 克龙只是在这次释放的道理 就让这对情侣十五年不相往 在埃尔找到雷恩夫人打探米尔的消息时 没想到他们两人会说出同样的 对此他知道其中肯定藏有物 于是他想继续了解更多有关米尔的情侣 随后雷恩夫人便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 再一次他与米尔闲聊时 他一眼就看出了雷恩夫人不是德雷克本地 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座城市 而雷恩夫人的情况正如他所说 他与诺尔先生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 让雷恩夫人感到奇怪的是 米尔十五年前为什么会离开德雷克 原来这里有一个他永远都无法忘记的 十五年前两人本来还能见上最后人 没想到天空中突然掉下一条恶龙 面对强大的恶龙他逃离了那个地步 随后他从卖花的商贩得知威恩的去行 这样的事是崩溃的 他没想到自己因为害怕逃离了那 自此他再也没有什么脸面见威恩 而艾尔也是得知了两人的问题 随后他便把事情的起因疏离了 雷恩夫人得知也是下一条 他没想到米尔口中说的会是果然的威恩 他们都去了约定见面的地 但他们都逃离了恶龙的攻击 而两人都认为自己跑掉了 把对方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这件事情过去了十五年后 两人仍然留有遗憾 雷恩夫人觉得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不公平 他们在内疚中生活了这么久 都是因为一个误误 而艾尔很快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画面一转 艾尔就找到了正在果园工作的威恩先生 而这副眼镜正是给米尔的礼 因为艾尔已经帮他把米尔约到了两人曾经见面的地 吻此威恩顿时感到十分慌乱 于是艾尔提醒他 没有人不犯错误也没有人能预测未来 但担心同样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 想必你不会做两次一样的错误 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 威恩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 此刻一堆问题正困扰 他很担心米尔不会来见他 但这想必是他最后的机会 所以他不肯放弃 就这样威恩来到他们曾经约定的地 这场约会迟到了十五年 久别重逢有时是为了结束一段过期的紫 有时是为了重视过去的遗憾 两人彼此心里都有一个秘密 想要跟对方认识 而威恩先生也不再选择逃避 不管是辱骂还是祖宗 他已经错过了一次 下一秒两人却是一口同声的说出一样 都在为过去没能见面而赶到抱歉 落叶成风从两人身边划过 而气氛也显得有些许甘感 原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按照时间出现在约定地 在得知最后的真相后 两人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开心的泪水 看到两人恢复如初 雷恩夫人也替他们赶到开心 而他也好奇艾尔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们真相 这是一个简单的误解 所以靠他们自己解开心结不是更好 毕竟这困扰了他们整整失误 就这样 他们俩手牵着手回到了德雷克镇 几天后又一起来了餐厅 把他真爱已久的果园卖给来 而艾尔也按最高的价格将它买下 显然威恩想盖一栋新的房子 因为他犹豫了失误 这一次他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现在有了这一片果围 艾尔正好给矮人建造一个村落 一旁的鲁林也同意他的看 毕竟他不喜欢那么多矮人住在他的地板 而此刻他很想邀请艾尔和他一起 可他不知道如何开口 但艾尔一眼就看出他的小心 我应该在事工完成后住在龙巢里吗 文慈鲁林顿时一惊 你说的是真的吗 随即表示他可不能防火 画面一转过去了一个月 洞穴的建造已经完成了70% 而矮人预计会比计划的提前完成 但他们只能打工给艾尔还站了 毕竟他给矮人建了一个新的村落 就在这时 尼尔丁示意艾尔 因为乌卡数量增多的问题 现在他们也该要扩建一个仓库 艾尔也同意了他的看法 看来还需要再开一次招聘 与此同时 餐厅飘散出来的香味 引起了一对兄妹的主 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了 猫咪第一次被人泪吓得汗流加倍 只因两人把他的饭冷抢走 这直接让猫咪怀疑起了猫声 没想到有人比他过得还惨 而就在刚起 两人拿着艾尔的招聘海报来到了餐厅 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机会申请 见此艾尔也是一乱 因为这是他不久前丢弃的船带 你们这是从哪里找到 闻此利特内心变得混乱起 看两人支支吾吾的样子 艾尔示意他们不用紧张 因为他们正准备做新的海报 所以现在可以边吃边聊 画面一转 考虑到天气变冷的原因 艾尔给他们准备新暖和的东西 先将牛肉用黄油把味道锁住 在另一个锅里煎洋葱蒜末和蘑菇 一旦他开始变色加入番茄和煮 再加入一些香料啤酒和肉一起 不需要加味精保证原汁原味 但下一秒艾尔还是不自觉的撒上 还是加一点点 经过半个小时的小火焖煮 美味的美食就完成了 利特不可置信地用勺子轻轻将肉烧起 他不知道多少个月没吃过肉 而艾尔示意两人不用客气 因为他煮了足够的分量 闻此两人随即狼吞补厌的吃起 一口下去乌卡很有条件 但里面却是非常的弄 再加上浓郁的汤汁 每吃一口都能让他们感觉到温暖传遍全身 两人随即对艾尔给予了感谢 因为这是他们出生到现在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紧接着艾尔便询问两人 为什么想要在这里工作 他们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随后艾尔便询问艾琳娜的意见 而艾琳娜一眼就看穿了他们还隐藏了秘密 这让两人顿时紧张起来 利特也下一瞬地捂住自己的声 艾尔示意利特如果他们撒谎将失去工作的精力 尽管两人不情愿 但他们还是解开了缠绕在手上的绷带 而绷带下正是囚犯家所的灵迹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内心猛然一阵 所以你们是逃犯吗 就在马特想解释时 利特却制止了他 利特对自己隐瞒真相感到道歉 但他并没有恶意 而他也知道如果艾尔雇佣了 他会隐瞒不必要的物 随即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马特则是让他把事情告诉艾尔 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但利特告诉他们是罪犯的身份 永远也改变不了 虽然我不想为当时发生的事找借口 但是我对刚才的决定不后悔 难道你不后悔没把肉吃完吗 这让利特顿时愣住 好像还真有意义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到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鲁林也好奇他们为什么没被选择 而艾尔知道他们似乎有故事要认 但如果他们不仅是清楚 我也无能为力 并且贸然让他们加入 会让门特和米尔丁陷入人 所以我们要了解情况才行 就在这时 艾尔注意到香料没了 紧接着他便把一枚金币放入仿正中 伴随着他释放魔法 一些现实世界的产品便出现在他面前 但这次不知为何会感到如此贫穷 感觉和平时有点不一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失去意识重重地摔到地上 而这也让一旁的鲁林顿时不知所在 在鲁林的不断呼喊中 他终于恢复了意识 艾尔示意他不用紧张 只是法力耗尽了而已 但鲁林哪有那么好骗 尼克是九级的魔导师 为了能让艾尔好好休息 鲁林表示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完成 闻此艾尔很是欣慰 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 片刻之后 我确实告诉过他什么事情都可以 但是他怎么能让我做饭呢 另一边 即使兄妹两人想找份工作 但城里的每个人都会拒绝他们 因为他们看到了罪犯的痕迹 这就是为什么两人去郊区的那家餐馆的原因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 现在不用再考虑别人的看法 而一旁的猫咪被两人吓得毛都炸 原来是他们抢了猫咪的饭 马特觉得从猫咪这里偷了食物 他们已经变成真正的罪人 可下一秒利特突然愣死 原来是猫咪被两人抢了饭碗委屈的苦 见状马特便让哥哥把盘子送回去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原来是看管他们监狱的预长 这可能是一个九阶法师离天堂最近的事 没错 这些看起来咔崩脆的东西正是女孩的节奏 有鸡肉味的番茄炒鸡蛋 由于艾尔吸收了本源水晶的能量 所以才导致了他释放技能师魔法中断 现在他必须要停止对本源的吸收 在做完这一切后 艾尔便躺下了休息 此刻他正一脸期待着鲁林为他做的效应 而艾尔也十分相信他的酬勉 毕竟他看了自己做了这么多年 但不知为何心中会有一种不好的预理 另一边 经过鲁林的不断努力 一份逆质的番茄炒蛋就做好了 可结果却是不尽容易 因为这看起来不像是番茄炒蛋的样子 而鲁林也知道如果艾尔吃了这个 想必会当场去世 突然他就想到了艾尔呢 如果让精灵加一点治疗魔法 应该就没事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定位不到精灵的位置 因为他没有闻到过艾尔那身上的气息 很快鲁林就想到了另一个补救的方法 那就是去隔壁餐厅买一次 正准备出门时他开始犹豫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艾尔在照顾他 现在反过来的自己却无能为力 所以这些事情他要自己解决才行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面 利特与马特在一旁吃饭时 发现了拉坦达伯爵的身影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不肯放过兄妹二人 利特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就在他准备上前教训拉坦达时 马特制止了他 因为如果再次被抓 就不是监禁两年的事情 原来就在两年前 正是德雷克城市建造的时候 拉坦达伯爵负责了城市的施工监 他为人好色喜欢占田 专门欺负私底下的工人 就在他调戏一个女子时 利特兄妹打断了他 原来是一旁工地三号房屋倒 很多人都被压在了下面 而此女子便连忙跑了出去 因为他的家人就在那个工地 但此刻的拉坦达却是非常生气 并则骂他们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可工人都是按照严格施工 不料之声的柱子会突然断裂 所以他们怀疑是建筑材料出了问题 面对他的质疑 下一瞬拉坦达便下令把利特抓了紧 随即对他拳打脚踢 因为就算是他瘫了这些工人 也不能拿他走 健壮的马特便上前请求原谅 而拉坦达的眼神却是变得窝住 如果你肯报答我受伤的心灵 我可以放过你的兄妹 这让利特陷入了暴走 他奋尽全力正开了束缚 靠着拉坦达伯爵娇嫩的脸蛋 狠狠来了一个大目的 煞时间他就被打得狄青连准 但这还远远不够 就算是护卫也拦不住利特的愤怒 在此之后兄妹俩就被他送到监狱关押了两人 所以马特便让他先冷静下 而另一边的拉坦达却是十分生气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利特兄妹 于是他随即就给男人来了一个大嘴 而男人也是敢怒怒 就在这时 艾琳娜正好从埃尔的餐厅回来 刚好被拉坦达遇过症状 这让他顿时心生态 立即以盘问为由上前控制艾琳娜 没有防备的艾琳娜很快就被抓了 原来拉坦达也去过艾琳娜的诊所 不过都不是为了看命 就在这时 艾琳娜趁两人不注意释放了一道魔妇 随后便趁机逃跑 恼怒的拉坦达决定要让精灵知道他的力量 在他的魔爪伸向艾琳娜的时候 一个拳头再次落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利特 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个该死的家伙 而马特也支持哥哥的做法 看来今年的冬天不用在外面度过了 胖子不由分说的对女孩直接动手 可女孩却没有感到一丝慌张 因为下一个 他的手就被旋转了两圈半 一众黑帮更是瑟瑟发抖 因为他可不是什么小女孩 而是一条799岁的黑龙 就在拉坦达的魔爪身向艾琳娜时 利特和马特选择站了出来 给予了他亲切的问候 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这该死的家伙 就在这时 拉坦达吹响了手中的哨子 见此众人顿感不妙 他是在呼叫救兵 紧急着三个小混混便出现在几人面前 此人正是德雷克的黑帮头目罗曼 在他面前利特没有任何的玩手之力 尽管被揍得很紧 但利特并没有选择妥协 见此马特便上前帮忙 黑帮头目可不是吃素 反手就将他控制住 而拉坦达一脸得意的人情 随即就下令把他揍一揍 尽管艾琳娜想上前为利特之人 但他也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雷恩夫人在睡觉时被门外的声音吵起 对此他很是疑惑 当他开门时发现竟然是鲁林 在与他闲聊之后 鲁林便赶回了餐厅 没想到在半路遇到了他 而艾琳娜总算是见到了希望 此刻的罗曼被吓得瑟瑟发抖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告诉他快跑 他知道眼前的女孩非常危险 如果自己不低头很有可能会死 在鲁林没开口时便连忙放弃 这让拉坦达很是疑惑 当他看下身后的小弟时 他们早就没了声音 没想到他竟直接上手表示要把鲁林抓去卖了 下一瞬他的手便旋转了两圈半 随即发出了撕心裂飞的残酷 见此的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鲁林可没控管这些人 因为艾尔还在等着他 画面一转 经过艾琳娜的治疗之后 她的身体恢复了血 艾尔对此给予了感谢 而艾琳娜此刻已经没有一点法 这家伙真的是如怪物一般 而此刻鲁林却是一直看着艾琳娜 随后便叫住了他 这还是鲁林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这让鲁林感到十分害羞 但他还是对艾琳娜说出了感谢 这和把两人听得一愣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鲁林等谢别人 就在这时 艾尔注意到门后的兄妹 紧接着他们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 本来拉坦达是冲着他们来 没想到还连累了别人 艾尔示意他们不用太过自负 因为拉坦达在建造方面 是出了名的搞小动作 但艾尔好奇的是 为什么之前他们不仅是亲户 原来利特知道打人为妇 但是他不后悔那样 所以他觉得没必要跟别人解释什么 紧接着艾尔拿出了一枚金币 这让利特很适宜 恭喜你们被农场录用了 明天准时来上班 闻此兄妹俩连连道谢 因为他们终于不用恶肚子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利特和马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来到农场 虽然门特先生不喜欢罪负 但是如果是自己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揍拉坦 此刻艾尔的魔力已经恢处一大半 对本质的魔法掌控得更多了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鲁林一直在盯着手 这让他很好奇 原来鲁林注意到人类的女子身上 都会带一些闪闪发亮的东西 他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带这些 虽然龙族很喜欢宝负 但他妈妈的洞穴里什么也没有 随后艾尔便给鲁林解释 人类这样是为了表达自己情感的异体方式 但鲁林还是不明白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两个 迪兰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拉坦达被证实了多项罪行 他这辈子恐怕只能吃牢饭 而他身边的侍卫也揭穿了他的事情 其实迪德兰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想必他们是蛇鼠一窝 紧接着艾尔便询问迪兰三天后有没有 因为艾尔有一项秘密技能 当他得知后表示一定会参加 画面一转来到三天后 艾尔前往找到艾尔 然而他不是来催赶工气的 而是给他们送上香肠与啤酒 因为今天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日子 诺尔先生与雷恩夫人也前往艾尔的餐厅参加 还有农场的其他员工 这让鲁林感到非常好奇这些盘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紧接着艾尔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因为今天晚上他给大家都准备了一个小东西 猜猜你嘴里吃的是什么 在艾尔给他们讲述完规则后 第一个出场的是米尔丁 和艾尔看清食物后却是顿时愣 但游戏已经开始了 经过片刻的尝试 米尔丁第一次品尝这种食物 所以他猜的是糖果 但这是个错误的答案 原来米尔丁吃的是棉花糖 这个世界没有的一种食物 下一个出场的是诺尔先生 没想到竟然是辣椒 诺尔先生瞬间变成了烹火 原来他是一个怕辣的 可雷恩夫人就完全不一样 拿起辣椒就啃了起来 第三个出场的是鲁林 闻死鲁林顿时愣着 我也要参加的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艾尔蒙住了眼睛 因为这个游戏他必须要参加 这让鲁林很是得意 可别忘了我可是一条黑龙 感官可是人类的紧 软软的面包 上面还有些甜甜的奶 其中还掺杂着水果 很怕鲁林就想到 是蛋糕 紧接着众人便上前给予他祝福 确切地说这是鲁林的生日蛋糕 原来今天是他的八百岁生日 一副普普通通的儿女 却让七百九十九岁的黑龙泛起了泡泡茶 只因这是他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人 就在鲁林生日的时候 艾尔偷偷地给他举办了一个派对 而他对此浑然不止 因为他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这让鲁林一下子泛起了秘制 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有人给他弄生日派对 看着他羞涩的样子 艾尔也十分慢 就在他以为鲁林要表达感谢时 没想到他却是反其道而行 别以为我会说谢谢 你们这些小混蛋 这可把艾尔愣住 紧接着艾尔从袋子中拿出了一个礼 这是他拜托矮人为鲁林精心打造的一只儿 因为他发现鲁林前几天一直在观察人类 所以他决定在鲁林生日送上衣服 随后艾尔亲自给鲁林戴上 而这也是鲁林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东西 通过镜子他看到了自己戴上耳环的样子 虽然鲁林很是开心 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当时他很疑惑人类女子收到礼物后 都是奇怪的东西 我想我现在明白那是什么感觉 而鲁林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接下来派对将继续进行 下一个出场的是雷恩夫人 没想到他还是猜错了 因为是诺尔先生故意给他透露错误的答案 他也吃到了来自雷恩夫人的平底墨 随后出场的是利特 但他也没能猜出来 就这样 大家在艾尔的餐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时间很快就来到深夜 鲁林对艾尔再次给予了感谢 因为这是他成年里的最后一个声音 与此同时 窗外忽然飘起了雪花 随后艾尔便要请鲁林看今年的第一场雪 此刻艾尔正感叹着时间过得飞狂 可鲁林对此很疑惑 因为他们才来到这里一年时间 艾尔告诉他一年对龙族来说可能很懂 但对人类来说一年的光阴很长 虽然他吸收了古龙之心 但没人能保证他有延年一寿的功效 就在这时 一颗流星划破天际 艾尔示意鲁林可以向流星许一个愿望 看着璀璨的流星点亮星空 鲁林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 而艾尔很好奇他许了什么愿望 但鲁林不会告诉他 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 画面一转来到黑龙宫 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推开了龙宫的大门 叔叔 你还要让那个傲慢的人待多久 这一个凡人的承诺有那么重要吗 尼斯是黑龙中出了名的桀骜不逊 他不相信一个人类会厉害到那里去 但迪赫格玛长老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尼斯为什么这么生气是为了鲁林 而鲁林之所以离开龙族 这是因为他们把鲁林弃死 但他们想把鲁林接回来不是为了对他好 而是因为在龙族大战中年轻的母龙基本战死 迪赫格玛长老示意他会怎么做 只见尼斯露出凶狠的眼神 如果长老允许的话 我不介意给他找点麻烦 而长老却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艾尔不把他杀死就算好 尼斯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爱 并且大长老是不会同意黑龙去惹火烧身的 就在这时尼斯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伴侣 迪赫格玛长老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表示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 本此尼斯知道迪赫格玛长老站在他这边 所以他决定给艾尔找点正当的马 画面一转来到北极米利奥莱克山 鲁林对此很是好奇 难道我们不是来拿东西的吗 怎么会有蘑菇长在这种地方 随后艾尔告诉他不仅仅是普通的蘑菇 他们是极其罕见的东西 原来艾尔在餐厅时无意听到两人闲聊 有一户农家在放牧时 乌卡突然就朝地上刨坑 然后农户得到了一些黑色的蘑菇 在他拿出去卖的时候被皇宫的人收购 而他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精品 所以艾尔推断那不是蘑菇 很有可能是松露 或者是和他类似的东西 但由于他生长在地下很深的地方 所以很难找 随后鲁林明白了艾尔带他来这里 所以我就是那个打工仔 可鲁林也不知道松露的气味是什么样子 这可把艾尔愣住 毕竟需要鲁林知道气味才能寻找 难道我们这次要白来了吗 就在这时 地旁突然传来了动静 只见一群气势汹汹的哥布林 正在围攻一只白色的雪怪 要感谢人类的救命之恩 雪怪竟然给他们吃这种黑乎乎的东西 可少女却是直接就把黑团丢弃 殊不知这些正是他们要找松露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一只雪怪被一群哥布林围攻 尽管雪怪很是害怕 但他依然在保护着后面的山洞 面对哥布林的侵犯 他果断地选择了反击 但双拳难敌四身 在数量上他远远不是哥布林的对手 很快就被哥布林包围 就在这危机关头 艾尔和鲁林发现了这里的打斗 此刻的哥布林还不肯放弃 而鲁林只是释放了一道杀意 哥布林便连兵器也握不住 随后匆忙逃离了这里 艾尔只能尴尬地笑了些 这些哥布林真不长眼睛 就在这时雪怪一跃而起 随后给艾尔两人磕了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嘴里还喃喃着什么 身为黑龙的鲁林自然是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想要好好地感谢艾尔的救命之恩 画面一转 两人便来到了山洞内 雪怪之所以不让哥布林进入 是因为山洞内还有两个小雪怪 而此刻艾尔也好奇雪怪要拿什么东西感谢他 李子林的鲁林已经嗅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就在这时 雪怪抱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走了过来 鲁林第一次见这种东西他很适应 这些东西真的能吃吗 可艾尔就不一样了 这正是他们要找的松露 看到艾尔满意的表情 雪怪也是松了一口气 可鲁林觉得他的味道难闻随手就丢了 这可把艾尔愣住 如果雪怪能找到足够的松露作为他的主食 那就说明他还有大量的松露 随后艾尔便让鲁林给他翻译一些话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让雪怪当鲁林帝宫的手 而雪怪也非常乐 毕竟在这里天寒地冻 连吃的也没多少 更何况他还要照顾两只小崽子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点 尼斯召集了几条黑龙正想给艾尔一点教训 而他们也猜出来尼斯是为了卢 毕竟他一直在寻找伴侣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他觉得龙族之人就应当属于他们龙族 并且他获得了一个长老的支持 可几人还是有所顾虑 因为他们已经签订了条令禁止攻击人类 除非他们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胁 并且长老们还特地提醒黑龙要远离爱 因为他是龙族也惹不起的存在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 而他表示有办法帮助他 因为他在德雷克附近认识一条红龙 我们可以利用他完成计划 画面一转 瑟琳娜正一脸无聊地坐在王座上 这一段时间从来没有人找过他 除了上一次让他感到害怕的家伙 当时的艾尔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穷 所以就没打算捞他的好 地旁的鲁林更是直接嘲讽他这里老婆去 可他也对此无可奈何 毕竟自己都这么穷 在嘲讽完之后 鲁林便挽着艾尔的手臂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和艾尔有一家自己的餐厅 此刻瑟琳娜也不知道要何时才能见到他 还能和两人打个时间 也不至于这里空落落的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随后一个男人出现在这里 而他正是瑟琳娜的前男人 盖瑞德 可瑟琳娜并不欢迎他来这里 因为之前已经警告过他 但脸皮厚的盖瑞德表示要重新开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与你共度余生 而瑟琳娜知道他的尿性 来这里准没好事 下一瞬他便开启了龙形 因为他察觉到盖瑞德不是一个人来这 这让他也不得不配 你还是那么的敏锐啊 还没等瑟琳娜反应过来 一群黑龙便把他团团包围 男人只比喻了两个攻击 就让所有的红龙惊掉下来 面对五人的合力攻击 他一只手就化解了所有伤害 真的是人类该有的力量 时间回到早上 瑟琳娜无缘无故受到了三条黑龙的袭击 尽管他做好了防御 但还是双拳难敌四身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前男友也是他们那位 与此同时 他趁瑟琳娜不注意 对其释放一道控制模索 这让他十分生气 而身后的尼斯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随即就从背后给他来上一击 待烟雾退去 现场已经没有了瑟琳娜的声音 原来是他之前准备了一个空间法阵 才趁此逃脱 见此的盖瑞德瞬间慌了神 如果他回去告状他们可就忘了 但内克五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经过他对位置的探查 另一端的位置就在德雷克城市 而这也正好中了他们的香 紧接着他便示意尼斯 接下来该如何做 只见尼斯微微勾起嘴角 那当然是借刀杀人 因为瑟琳娜受到重创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肯定是活不过明天 所以他们只需要嫁祸给埃尔就可以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埃尔将雪怪一家接到了鲁林的洞 而松露就当作是帮助他们的报仇 鲁林对此很是疑惑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松露该如何制作 这是一种有着非常强烈的香味东西 而大家伙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只有鲁林没有什么胃口 因为他觉得味道不好吃 这让埃尔顿时愣 没想到鲁林还挑食了 以后给他做菜要去别开才行 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 就在餐厅准备打样时 门铃却突然想起 当两人回头看去没想到是瑟琳娜 看着突然出现的红龙埃尔很是疑惑 毕竟他们可没有什么来往 但出于礼貌 埃尔还是给他上了一份食物 瑟琳娜没有说什么 而是自顾自的事情 但一旁的鲁林就不乐意 他怀疑瑟琳娜是过来跟他抢男人 与此同时瑟琳娜注意到鲁林耳朵上的 于是他得意洋洋的介绍起 这是埃尔亲自给他带上 虽然瑟琳娜没有说话 但看得出来他很是羡慕鲁林 这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 他一直弄过明白 爱情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只是一个短暂的话 就在这时 瑟琳娜是一两人自己的时间不多 也许这会是他最后的晚餐 文词两人很是疑惑 他们不明白瑟琳娜是什么意思 不过在死前吃到一份美食 他已经很满 至少不会变成饿死 伴随着瑟琳娜解除幻境魔 他背后的伤口也随之显现出来 看着突然倒地的瑟琳娜 艾尔完全没有料想 经过鲁林的检查 发现他的伤口太深 事情肯定不会解决 与此同时 三个男人突然来到了艾尔的餐厅外 并且来者不善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强了 应该说是严丝合缝 就是有人要故意栽赃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是 保住瑟琳娜的幸运 只要他醒过来 一切都可以解决 就几条脆皮龙 他还没放在眼里 紧接着艾尔来个乌龟探头 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几人就好像有目的而言 直接就推开了餐厅的大门 而地上的血字 正是他们红龙的气息 所以你不该给一个解释吗 远处的尼斯感受到 前方的打斗很是得意 维特是年轻一代的领袖 他虽然不看重个人利益 但团体的利益 他非常看重 所以他不会放过杀害红龙的人 下一瞬一道龙岩 静止朝艾尔袭去 但艾尔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仅仅只是抬手 就将攻击化解 艾尔不想让打斗影响的附近 于是提议到没有的地方描亮 与此同时一道传送门 突然出现在艾琳娜的真心 随后鲁林慌张地从里面走出 眼下的问题是将瑟琳娜的伤口修复 不然他肯定要失血过多而死 而此刻的艾尔来到了一片森林之中 现在他必须要冷静思考 有办法套他们的话才行 随后他便让红龙先冷静下来 但他们看到餐厅上的红龙血字 所以肯定艾尔杀死了他们的 于是艾尔便解释了事情的精力 那条红龙在来到他餐厅之前就受伤了 所以他是在拯救红龙 闻此维特顿时一惊 紧接着盖瑞德表示让他们去看看瑟琳娜 但艾尔直接就拒绝了他 没想到他随即就对艾尔发起了进攻 艾尔知道事情跟他脱不了干系 并且他还说艾尔要把瑟琳娜赶出潮水 很明显是在鼓动其他人 受到捕惑的维特直接就开启了容器 因为他不能忍受有人欺骗他 而艾尔知道现在解释他们也不会听话 既然如此就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 看到艾尔这么狂妄所有的红龙火力群体 可艾尔仅仅只是一只手就抵挡住了攻击 这让维特直接惊掉下来 没想到所有的伤害被他一挥手就化解掉了 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人类拥有的例子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其他身影 尼斯几人已经等候多时 红龙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黑人 看到尼斯艾尔似乎猜到了答案 这一切想必都是他的劫子 与此同时的另一面 经过瑟琳娜的不断治疗 瑟琳娜的伤口还是无法治愈 并且他的魔力此刻也耗尽 汝林知道他不能死 随即就将自己的魔力借给他 能不能和艾尔清白就全靠他 面对所有的巨龙攻击 艾尔却只能被动防御 因为如果现在杀了这些龙 就算是瑟琳娜醒过来也无法解释 不过将他们打伤应该没有什么 并且也算是正当防卫 随后艾尔便对他们进行反击 而黑龙也没想到艾尔会这么强大 竟能同时抵御所有的攻击 随后几人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大招 这么强大的人类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威胁 该死的 这些家伙想吓死神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道空洞的声音 随后数道传送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你们这些小混蛋难道想挑起新的战争吗 见此维特顿时愣鼓 他没想到会惊动两族的长老 看到梅迪达纳长老艾尔才松了一口气 再过来他真的怕把这些小可爱统统拍死 红龙只是出现在众人面前 就让身后的飞龙惊触了一身恶快 他们没想到被他们杀死 红龙会再次吓死 在艾尔被飞龙和红龙围攻时 他们的长老也打不惯 艾尔也没想到再次见到飞龙长老会这么高兴 一次见到长老顿感不妙 连忙退去龙形太像长老形容 但此刻他丝毫不慌 因为他肯定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而且瑟琳奈中了他的秘脊绝对活不过精能 这一切的矛头都指向艾尔 就算是龙族长老向着他 他也无能为力 到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艾尔准 然而他这些想法艾尔已经猜到 现在他只能祈求鲁林那边能尽快把瑟琳娜治好 与此同时的艾琳娜正全力治疗着红龙 但尽管他耗尽了粉丽 伤口还是无法遇到 虽然有鲁林在一旁给他输入魔力 可自己的容量实在是太小 根本承受不了鲁林的力量 而鲁林知道现在只有艾琳娜能够帮助艾尔 随后他示意艾琳娜要将魔力与他 如果身体承受不了就会暴体 但选择权还是在他手里 经过一番私伤 艾琳娜同意了鲁林的体 因为他也想给艾尔出一份力 伴随着魔力的注入 瑟琳娜直接就摊在地上 因为与龙族的魔力相比 他的魔力就像是尘埃一步 一股窒息感让他快要失去意识 见此鲁林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因为能不能挽救一条生命就靠他 紧接着艾琳娜用尽所有的力气 缓缓起身 作为一名医生 自己有义务权利救治每一位病人 此刻艾琳娜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病 而瑟琳娜的伤口也在快速遇到 现在只需要瑟琳娜保持意识 不然一切都要前功尽弃 另一边 龙族长老正询论关于艾尔的事情 而他一眼就看出了几人不对劲 毕竟这一切太过巧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相信艾尔的维持 但红龙的长老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餐厅里有红龙的血子 并且艾尔的身份还是屠龙者 与此同时一旁的盖瑞德跳了出 他表示自己目睹了艾尔杀害瑟琳娜的全过程 尼斯的叔叔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尼斯的机会 利用红龙之手嫁祸艾尔 就算是别人调查也不会怀疑到黑龙身上 看着几人如此自信 梅迪达纳长老再次询问艾尔有什么要说 就让艾尔顿时愣 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没说几句话 紧接着艾尔说出了几个疑问 首先他们说我杀瑟琳娜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巢穴在德雷克的附近 如果参加过龙族大战的人就知道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杀死一条龙 龙族的长老也同意艾尔他 其次就是他与龙族签订的条例 如果不是龙族恶意破坏人类的城镇 他是不会轻易出手 如果只是瑟琳娜在德雷克城市就要杀了他 那么这个结论就有点无稽之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黑龙和红龙的关系变得如此轻易 就好像蓄谋一锦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圈套 艾尔随即竖起大拇指 还是没抵达那长老龙 但红龙的长老还是希望能用证据说话 闻此艾尔笑了笑 不如我们让当事人来给你们说说 当尼斯看到传送门时瞬间汗流加倍 其他的黑龙也亦是如此 他明明记得已经击穿了瑟琳娜的妹子 按理来说他活不了一个时辰 现在却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艾尔知道艾琳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随即对他给予了感谢 而瑟琳娜简单地说明了过程 其中鲁林出了很大一份力 当鲁林看到尼斯就知道这是他的本机 而艾尔示意鲁林先不要冲动 他已经想到了应对之情 紧接着艾尔便询问瑟琳娜的身体情 没想到他还要给艾尔开玩笑 下一瞬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落在他门 差一点被你害死 没看到我现在的处境 此刻尼斯等人都是黑着你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他们无法控制的故事 当瑟琳娜再次看去盖瑞德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他也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历 是他们五个突然闯进他的巢穴将他打伤 如果不是艾尔他现在已经变成尸体 得知真相的龙族长老也是黑着你 因为处理不好就是他们龙族挑起战争 这让维特感到十分暴力 随即冲到艾尔身前祈求原谅 看到他如此诚恳艾尔也没有为谋 毕竟他也是被别人当枪使 身后的几人也开始慌乱起 但长老可没时间听他们走 而此刻的尼斯还不知回 他很后悔当时没有一击将瑟琳娜杀死 这一切都是艾尔的错 忽然他一个顺身来到艾尔被捕 趁艾尔不注意发动全力一击 而艾尔也没料想到他会当着长老的面出手 该死的 艾尔也没法释放了一道警戒魔术 可将高傲的飞龙象的大小变事件 因为当石头落下 他会死扎动 而就在此起 尼斯不讲武德突然从后面来攻击 不如其来的攻击让艾尔来不及 但是危机关头他选择推开了武 从后攻击重度落得很对手 见此尼斯才露出得意的武器 艾尔也没关系 因为他完全没有让 艾尔也没生意 但他毫无生机感 武林内心感非常 但他还是适不把艾尔能当攻击 因为如果不是艾尔 他毫无生机感 这是为了可以的情绪 没想到他对这样下山 他却实实在待了 武器的眼神 文子为他内心 大家睁开眼睛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 一个人类还望得上这一身 他甚至没有适当的反备 只是忍受人的脸 然而几位长毛只是一个人 与其名是艾尔那种不算是 但他的力量完全拿不到 他需要鲁林的配合 特鲁林现在完整 显然失去艾尔会让他 我真的不本意 我本身是不一样的 我香港我就遇上地 我真的在这儿 我老是我的 我以为这些爱人 我今天都会被我抓住 我这次都会被人立场 我刚才在这儿 我真的看见 这一切真是艾尔夫 他在承识这种情绪里面 很显然 但过后 几时他太小了 应该是 所以艾尔夫 安慰这一切 正如如此 现在本人手机 艾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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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切的温室 在温室的暗门中 当烟雲霸达的温室 你死已经死了 但死了 细与其人被埃尔的事实下 都不如在那里 做完这一切话 我已经笑死了 我没有感觉 思路人直接就脱了 在那里 没迪达他 他们三个被投入 在圣地最深的监狱的三成年 瑟琳娜也得到了很多解 因为维特认为 是他们将瑟琳娜的冒险 不然怎么会这么好 与此同时 瑟琳娜更在意的是 她不想轻易地放过这个该死的鸭 维特也一时如此 堂堂红龙的李卓被看见 等我们抓到 我会让她加倍痛 瑟琳娜也满意地 因为她已经对盖瑞也没有任何心 而餐厅事件至此也告一段 话题一转来到令人 回到家的鲁林十分生气 因为她对埃尔的计划 如果尼斯的力量在前面 今天死的就是你 鲁林无论如何也接受过 埃尔没有犹豫 直接就从身后抱住了令人 并为自己行为放弃 这让鲁林一下子犯起了泡泡 但一道声音把两人瞎里听 又是你这个老头搞破了 一名射数被铁车意外送到了一世纪 最后成长为几些死的事 不仅独自镇压龙狐狐 乖乖跑了他们的哨子 就在两人要轻轻我我时 不料长老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为此鲁林反手 来了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老娘的损失曾被你破坏了 见此的埃尔只能尴尬地笑了些 因为是他让长老来这里 梅迪达那长老委屈 所以你叫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埃尔直接就告诉了 他是关于本源水晶的问题 画面一转 作为鲁林的长辈 埃尔自然是把最好的酒拿出了招待 好奇的长老没有犹豫 直接就来上一口 而他一瞬间就被这独特的口感吸引 入口的瞬间感觉很清爽 就像春风带着花香 并且还是很多种不同的香味 这款酒似乎已经沉酿了很长一段时间 想必他有六七十年的时间 埃尔也没想到他仅凭一口就猜对 果然是一个老怪物 闻此的鲁林也是好奇 看到两人的关系如此密切 长老便放下心 鲁林在这里肯定比在龙族要开心许多 紧接着埃尔画风一转便询问长老对他今晚看了 因为他当着这么多龙族的面杀了尼斯 而长老示意他不用担心 这都是尼斯先挑起的 并且你也没有做任何违背条约的事情 就是你不出手我也会亲自动手 而长老也看出了埃尔的端倪 想必你是知道尼斯会出手 所以你才故意不抵抗的对面 而埃尔没有否认 因为他必须要完成对本人水晶的吸收 在龙族大战的时候他就吸收了两颗 获得了控制龙族的能力 而吸收三个意味着获得了统治所有龙的力量 不过按理来说埃尔吸收三颗就会变成龙族帝王的存在 所以梅迪达纳长老推断埃尔还有剩余的本源水晶 埃尔给予了肯定 这就是他找长老来的原因 一般来说吸收三颗就会蜕变成龙族帝王 而随着帝王的出现剩余的水晶会全部消失 所以长老表示他是一个变数 除了这个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有人想复活龙族 这让梅迪达纳内心猛然一震 而鲁林也联想到之前矮人冻死的事情 一群龙族的人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原因就是想抢夺他们手中的东西 而长老也看出了这就是埃尔当做众人的面 吸收本源水晶的原因 如果他们想要复活龙族 那么一定是冲着他来的 所以你就将自己当成幼傲 这真的是一种愚蠢的办法 因为落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落在天灵盖上 长老也不知道他说的哪里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就在艾琳娜买菜回来的时候 瑟琳娜突然就出现在他身后 见到瑟琳娜找他他也被吓了一体 原来是因为瑟琳娜一个人太过无聊 所以他打算找艾琳娜聊聊天 因为他现在的伤势没完全好 自己也算是一个病人 还没等艾琳娜反应过来 瑟琳娜就把他拉了上去 因为他想来这里蹭一顿反 艾琳娜一脸害羞的低下头 他这里可没有一点肉食 而这一幕刚好被门外的雷恩夫人看到 这让他眼睛瞪得如同灵端大响 与此同时 盖瑞德正拼命的逃跑 因为他正在被红龙抓捕 就在他以为安全时 希特尼出现在他身后 而他正是来了解盖瑞德了 只因他没有将矮人手中的本源水晶抢过来 为了防止这个秘密泄露 所以你只能去死 见此盖瑞德连忙便捷起来 因为艾尔吸收了三颗本源水晶 现在已经没有龙可以打得过他 也许想办法困住他我们的计划 算是成功的 希特尼随即愣了一些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你还是要死 伴随着盖瑞德脖子出现一群秘迹 便直接失去了意识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奈琳扛着一块石头来到了艾尔餐厅 因为这东西他也没有见过 所以便打算拿来送给艾尔 而艾尔一眼就看出了是炎炎 一种天然的矿物油 好奇的鲁林用手指尝试了一笔 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咸龙杆 这也让艾尔想起了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刚来到这里遇到了龙族战争 自己也被拉来参居 当时的艾尔还以为是梦境 这一族女王本想牺牲自己嫁给黄龙 我没想到黄龙却直接拒绝 并吵出她一群衣服 只因精灵的发型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原来老黄龙只喜欢披着头发 并且她还有一个十分怪异的癖好 那就是对女服装非常着务 为此她已经提前给艾尔那准备了一套 这可把艾尔那看傻眼 没想到老黄龙还有这爱好 但为了大家的计划 她不得不换上女服装 当看到艾尔那走进她的实验室时 老黄龙并不想让她进来 因为她觉得实验室太乱了 闻此的艾尔那只能干大了笑起 所以我才想过来给您提供帮助 这让老黄龙的想象突然乱主 随即紧张到说不出话 见此的艾尔那以为是老黄龙生气了 连忙表示抱歉 而黄龙则示意她不要紧张 想必你是被我的气质深深折服 一开始你对我很冷淡 但你会慢慢的对我的好意暖情 听到老黄龙这么一说 艾尔那的表情就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一样男生 这老黄龙也太自恋了 上面的吃瓜三人组也直接傻眼 没想到这家伙脸皮真厚 看到三人还在吃瓜艾尔那很吃生气 可就在这时老黄龙发现了艾尔几人的身影 老黄龙一下子就慌起来 因为她发现几人散发的气场无比强大 你们不是人类 随即就转身想逃离洞穴 却发现自己的传送阵已经被破坏了 正当她想从洞口处逃跑时 却被鲁林和瑟琳娜的阵法牢牢控制 老家伙 现在你哪也不能去 可就在这时 艾琳娜突然感觉背后有一股冰冷的气息 你们几个家伙在上面看了多久 随后艾琳娜将目光投向了艾尔 刚才我们讨论觉得你穿起来会很好看 所以我们就想见证一下 瑟琳娜两人也没想到艾尔会直接把他们供了 可艾琳娜却是羞红了脸 真的吗 这件衣服你喜欢吗 这让瑟琳娜顶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此同时 鲁林发现老黄龙不老实 好像在悄悄吟唱咒语 紧接着老黄龙便嘲笑起 你们这些家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与此同时的另一眼 精灵女王发现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 当她抬头看去 发现天空中出现一个墨绿色的能量球 能量球就突然爆炸 绿色的烟雾瞬间覆盖了整个精灵部落 当他们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他们已经被控制住 很快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 随后各自拔出了手中的兵器 纷纷对准了自己的喉咙 只要老黄龙一声令响 他们所有人都得死 纷纷的艾琳娜顿时慌了 当几人出去才发现这老家伙给他们下了迷幻水 此刻老龙还非常得意 这可是我花了一百年时间研究的精神控制 如果艾琳娜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含泪杀光你的族人 你会抛弃你的家人吗 纷纷的艾琳娜连忙答应 生怕老黄龙突然下令 彼此同时一股强大的能量从艾尔体内爆炸 在你做这些事情 那得问我答不答应 下一瞬一道强大的魔法阵覆盖了精灵部落的上头 所有人都被艾尔的魔法牢牢固定 见此的艾琳娜才松了一口气 失去了底牌老黄龙开始慌起来 各位小姐姐 有事好商量 只见鲁琳和瑟琳娜一脸善意地看着她 是时候让你体验妈妈的感觉 艾琳娜也是非常生气地看着她 你是我见过最坏的龙吗 闻此老龙龙却放起了泡泡肠 没想到她还是一条抖胆龙 这样的艾琳娜她越来越醒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老黄龙被揍成了猪头龙 但她也无可耐了 看着眼前绿油油的素食 瑟琳娜却不知该如何下毒 和一旁的鲁琳却是吃得津津有味 这让她很适一会儿 随后鲁琳便将一瓶酱汁拿了出来 只要加了这个味道就变得不一样 紧接着精灵女王便对他们的帮助 给予了感谢 但鲁琳表示如果要感谢的话 就感谢那边那边 这让内雷亚很适一会儿 随后瑟琳娜指着那边的方向 是她救了你们 此刻的艾尔正给精灵们分享 她制作了萨拉酱 没想到精灵们会如此醒 结束后 艾尔来到了一尊雕像前 放下一些食物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老朋友 我们也有很多年没见了吧 男人只是说出了自己的身子 自将老黄龙惊出了一身冷汗 男人是屈之可数的酒店魔法师 凭借一己之力结束了龙族大展 看到眼前的雕像 让艾尔想起来几人祖队的事 当时的贝登还在为艾尔 不给他吃肉时天天扮 因为艾尔知道精灵族无法消化肉 但奈何艾尔做的食物太香了 看到这一幕的矮人已经习以为常 这两个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斗嘴 就在这时达龙打断了两个 比起这个我觉得战斗会更有意思 他指向了一旁的方向 只见一群哥布林正追赶的几名过往商人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道攻击直接落在哥布林脸上 伴随而来的又是几发攻击 而哥布林只能在护盾外面无能跑下 看到他们的面貌几人才燃起了希望 这三人正是帝国出了名的英雄 艾尔也很怀念当时的时光 但没想到后面会发生那种事情 艾尔对此也很是自责 也许你会因此怨恨我 内雷亚女士 在两年前的一次任务中 贝登不信中了敌人的计策死在了战场上 艾尔将她带回精灵族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贝登说过一定会回到精灵布鲁 只不过是艾尔完成了她的承诺 所以内雷亚心里并没有怨恨爱 毕竟她还拯救了精灵布鲁 紧接着艾尔从包中拿出了一瓶血 她答应过贝登一定会照顾精灵布鲁 所以今天拯救精灵的真正英雄应该是她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精灵们再次对几人的帮助给予了感谢 艾尔几人也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至于老黄龙见到艾尔的实力后 她已经不敢打精灵的助力 就在这时鲁林打断了艾尔 因为她昨天听到了精灵与她的对付 鲁林很好奇艾尔为什么没有把本源水晶的事情告诉她 文子后面三人直接傻眼 老黄龙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生怕艾尔给她来一个萧萧乐魔法 画面一整 艾尔几人便来到了城主府 迪兰知道艾尔出差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她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 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而这也是艾尔第一次正式拜访伯爵夫 听到外面的动静 维那夫人也很适应 难道是有客人来访吗 随后迪兰便介绍起自己的老师 但维那夫人看着艾尔很适应 很快她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的事情 当时她想好好感谢艾尔 但一直找不到艾尔的踪迹 可就在这时艾尔却打断了她 因为她还有一个人没有救过 这让两人很是疑忽 随后只见鲁林将老黄龙带了进去 此刻老黄龙老实了很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莱登 老黄龙知道她应该是脑部出现了很大危险 应该是一种很厉害的毒素造成 但对于她来说不是什么难题 紧接着老黄龙施展了一道魔法 伴随着一道强光过后 莱登的视野渐渐清晰 随后从她的口中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看到这一幕维纳和迪兰 再也无法抑制进自己的情绪 随即一把抱了上去 至此德雷克事件才真正的落效为 看到老黄龙表现不错 鲁林便解开了她的魔法控制 而接下来的事件 艾尔打算留给这个温馨的家庭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由于鲁林偷偷把啤酒喝完 艾尔不得不再次使用召唤魔法 而这也是她吸收了三颗本源水晶后 第一次使用召唤魔法 这一次的动静超出了艾尔的预量 一瞬间魔法就将她吞射了 九阶大魔法是回到地球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799岁的黑龙 吃一碗中国的炸酱 不料当她看到菜单的价格顿时杀眼 没想到价格直接翻了一倍 就在艾尔使用空间召唤魔法的时候 强大的魔法能量瞬间就将两人吞射了 当她再次争论 却发现来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 艾尔清楚地记得她在准备食材来着 随着眼前的画面不断移屈 艾尔想起来 这就是她去到一世界前的地理 她终于回到现实世界 在鲁林的不断呼喊中 艾尔终于清醒过来 然而鲁林面对眼前会发光的铁鸽打 很是紧张的 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 反应过来的艾尔知道这不是梦 就在路人要帮他们打急救电话时 她扛起鲁林就跑路了 而路人看到她的穿着很是好奇 难道是Cosplay吗 片刻之后两人来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鲁林这才知道这是艾尔的家乡 艾尔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地区 看着眼前灯火通明的城市 鲁林便想让艾尔带她游玩一番 但艾尔本是尴尬 因为她刚才注意到女生手上拿的手机 她从来没见过 再加上这些高楼大侠 就连交通也变得极其复杂 现在她拿之前的位置 与15年前的记忆进行人交 也不知道她现在的具体位置 但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她还有一个去处 而在此之前要换取现实的货币才行 与此同时的另一步 农场的几人还是和往常一样上班 但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 餐厅比以往开门的时间晚了许 难道艾尔也学会了睡懒觉了吗 很快鲁林两人就换上现代的衣服 而让艾尔感到难过的是 没能换多少钱 一枚金币的价格本可以换400万 但店家想要检查她的身份证信息 所以最后艾尔以一半的价格把它卖 就在这时 鲁林的肚子不争气地叫起来 而两人的眼前正好有一家中餐厅 很快艾尔就想到了吃什么 炸酱面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后鲁林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炸酱面低味道吃起来是美味鲜香 可当艾尔拿起菜单是直接傻眼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炸酱面以前是4000元 现在直接翻了一倍 不过他也没有存钱的打算 现在先舔饱肚子再说 随后艾尔就在鲁林品尝一世界没有的食物 顺便自己也重新了解一下这个时代 毕竟还是和他记忆中的差别很大 也多了很多他没见过的食物 与此同时 餐厅外来了很多顾客 可餐厅已经两天没开门了 没有人知道艾尔去了哪里 从没见过艾尔会不辞而别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 餐厅的口碑会受到影响 于是利特提出了自己的乡村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帮艾尔经营餐厅 想必所有的食材里面都会 而晚了一天的两人也踏上火车 虽然艾尔可以用魔法飞行或船送 但也许那样会吓到别人 鲁林透过火车车窗欣赏着外面的风景 他对艾尔的家乡很是喜悦 可就在这时艾尔却叫住了他 如果我想让你留在这里 你会选择留下来吗 文词鲁林也很是纠结 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艾尔示意他不用急着回答 与此同时鲁林也询问他 如果我拒绝你 你愿意放弃住在这里和我一起回去吗 这让艾尔想起来刚到异世界那一段时间 他每天研究传送魔法就是为了回到地球 可尽管他耗尽能量都无法打开异世界的大门 就在艾尔想伸手触摸眼前 只有手指大小的传送文史 身后的两人直接制止了他 因为这个魔法极其不稳定 如果他伸手触碰 手指可能会被能量切掉 当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回家 因为等战争结束精灵会回到精灵步 矮人也会回到矮人的山洞 而他又该去哪里 看着失落的艾尔卢林打断了他 也许你可以去我的洞穴 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去看望你的母亲 与此同时 利特学着艾尔切肉的动作有模有样的切着肉 看着肉的大小和艾尔切的差不多 而接下来就是生活 可他却发现底下没有任何的燃料 这时马特想起来了艾尔使用的是魔法 随后两人将目光看向了艾琳娜 伴随着艾琳娜吟唱魔法 一道小小的火苗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此瑟琳娜默默地吟唱咒语 随后一道强大的火焰覆盖了口网 不担心 我这里的火焰管够 在大家的帮助下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可当一块黑乎乎的食物端到桌面 顾客检查顿时傻眼 诺尔先生也学着艾尔做沙拉的培养 可仅仅只是一口客人就受不了 因为里面全是盐巴 探着顾客的房屋 立刻顿时感到紧张起来 因为再这样下去 餐厅就要提前关门歇业了 不过在此之前要把火焰降低一些 但我不认为他有任何减少火灾的意义 我要怎么做才不会烧火吗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旁的铁骨 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 而此刻的艾尔回到了他以前居住的景区 虽然很多地方都改变了 但还有一些是记忆中的样子 非常紧张 要以什么样的心情见母亲呢 他应该能认出我吧 因为我的发型还是15年前的样子 可等了半天房间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是母亲睡着了吗 没想到的是隔壁的房门却靠 想来是隔壁的邻居 艾尔随即便询问 知不知道604的人去哪里 少女却是感到十分震惊 你难道是正花小姐的儿子吗 闻此爱连忙点头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 少女擦了擦眼角 她已经不住这里 随后她便带艾尔两人去一个地方 你母亲告诉我很多与你有关的事情 如果你在早两年也许就能见到她 男人在一世界流浪15年 最终成为了九届大魔法师 可当她回到现实世界时 母亲却因癌症早已去世多年 她消失的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认为她死 但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 因为她收到了儿子给她寄过来的信件 就在艾尔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隔壁邻居把她带到了一片山林 艾尔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原来就在几年前 艾尔的母亲就被诊断出胃癌 尽管她做了胃部切除手术 但三年前癌症还是复发 现在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回来 紧接着邻居便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件 这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 她写了一封回信以防你会回来看的 艾尔看着眼前破旧的信件 随后慌张地将其打开 地旁的鲁林看出来了 这是鲁问王国的纸张 就在几年前 艾尔掌握传送魔法的时候 就写了这封信 上面讲述了艾尔成为了一名魔法师 并打算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但由于魔法不稳定 她也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收到 看着这下面的落款 艾尔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 她从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见到母亲 后悔自己没有多寄几封信件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此刻餐厅还是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 因为经过利特的摸索 她渐渐地掌握了一些食物的作物 再加上经常吃艾尔做的食物 她很大的还原了之前的味道 当然少不了其他人的帮忙 客人的问题不用再担心什么 但让他们担心的是艾尔什么时候回来 而此刻的艾尔在森林里待了一天一夜 怕她熬坏身体 鲁林便示意她先吃点东西 紧接着艾尔叫住了她 对不起鲁林 之前是我说谎了 如果你不想留在这 我会让你一个人回去 现在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见此的鲁林直接打断了她 你真的认为你在这里一无所有了 我们坐火车的时候问的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想过拒绝你的建议 而且把你留在这里一个人回去 我恐怕是做不到 紧接着鲁林紧紧地牵着她的事 你想待多久我们就待多久 但是还有一些人等着我们的消息 而此刻艾尔失踪的信息传到了伯爵府 恢复意识的莱登还没来得及拜访她 所以她打算亲自打探艾尔的消息 彼此同时矮人也得知了情况 但古尔特扎尔并没有慌张 我们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建筑的最后期限和巢穴的完工 因为她相信艾尔一定会回来 每个人都在等你 人类 矮人 精灵 可能连龙都在敲我们餐厅的门 那里有着你15年的记忆 而且你母亲也相信你信上面写的故事 并且希望你对生活充满希望 画面一转来到两天后 自从那天之后 她已经两天没有见过艾尔 看样子是自己对她说的话过于严厉 就在她愣神之际一道声音打断了她 不过让她好奇的是 两人的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一袋沉甸甸的东西是什么 艾尔笑了笑 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女人看到顿时傻眼 紧接着一个传送门赫然出现在两人面前 看来我们得回餐厅了 有很多人在等我们回去 谢谢你替我母亲扫墓 随后艾尔直接消失在她眼前 这让她想起来正花小姐说过的话 她想快点好起来去看一家餐厅 她的距离有些远 但想必她现在已经开业了 那是她儿子开的 她的名字叫魔法师餐厅 看着消失的两人女人久久没回过审来 她没想到正花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她的儿子真的是一名魔法师 画面一转艾尔和鲁林再次回到异世纪 不过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离餐厅的地方好像有些远 就在鲁林想用传送魔法时 艾尔打断了她 随后艾尔随手搓了一个更强大的传送 这可把鲁林看傻眼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空间魔法呢 原来艾尔发现她与次元魔法的原理相似 所以就随手练习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回到餐厅外围的艾尔很是苦恼 因为她不知道要如何跟大家解释 不辞而别了这么久 想必大家一定很生气了 估计现在的客户都已经走完了 可等两人看清顿时愣住 眼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尊雕像 这让艾尔不禁有些怀疑 他们是不是来错地方 而此刻的餐厅内利特正义愤填膺地 讲述艾尔的英雄事迹 底下的客户听完也很是感动 紧接着她话风一转 这就是当年治愈伯爵病的那道菜 文言客人们纷纷抢着下蛋 与此同时 一只龟头悄悄从门后探了出来 这可把利特吓了一跳 你们是什么情况 最好给我解释一下 随后一旁的莱登叫住了她 很高兴再次见到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就在两人消失的那个夜晚 所有人都慌了 但为了餐厅能够运营下去 他们用尽了所有方法 紧接着艾尔尝试了一下利特做的食物 发现他做的水煮肉片还不赖 看来这小子有当厨师的天赋 很好 你的做法让我相当满意 不过外面的雕像谁能给我解释一些 紧接着莱登表示是为了纪念艾尔的成就 很早莱登就听说了 在龙之战中有一个传奇的人物 他无视上级的命令独来独往 他是最差的士兵 但他也是最好的法师 据我所知 他的名字就叫艾尔 在你踏入伯爵府的那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神了 你拯救了这座城市 也拯救了我和我的家人 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艾尔伯爵 文言的艾尔直接就拒绝了 随后朝身后释放一道小魔法 雕塑直接被击成了碎片 我不希望人们在评价我的餐厅时 把背景项目包括进去 莱登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这个雕像也许有些过头 还有另一件事情 你能帮我处理一下 关于我的菜能治愈病人的谣言吗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一名女生不小心将书籍洒落一地 见此梅德林直接用魔法将书籍收拾起来 而梅德林的举动让女生很是羡慕 因为他们连梅德林的视法动作都没看清楚 所以关于她的谣言都是谎 梅德林不可能被绑架 更不可能被绑起来哭 是谁散布了这么愚蠢的谣言啊 听到女生的小声嘀咕梅德林练红耳士 她也多么希望那些是一个谣言 来到门口的梅德林突然愣了一下 上一次她就是听到皇子的召唤到达这 可打开门之后却是一条黑龙在盯着她 这一次她不知道是不是爱而找她 所以她开门的同时委屈地表示不要把她绑起 因为那个谣言已经传遍整个皇宫了 闻言的皇子也是直接愣住 这是什么情况 梅德林这才意识到这次是真的皇子 自己的老脸还要往哪搁呀 片刻之后 皇子和她讨论的迪德兰城市的事情 那里的犯罪率正不断上升 不过让皇子感到好奇的是 梅德林为何不敢抬起头来聊天 梅德林女士放心 本皇子不会散播谣言的 紧接着她话锋一转 到目前为止有多少派遣人员死亡了 回过神来的梅德林表示有三个 你是想让我过去帮你解决那些罪犯吗 皇子直接就拒绝了她 如果像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群 他们都会躲在恐惧中不敢漏你 那我们就无法查出是谁制造了这种毒药 梅德林很疑惑 现在手上已经没有派遣的人生 皇子笑了笑 还有一个人 尽管他外表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对坏人或国家都毫无顾忌的怪物 他们是最倒霉的强盗二人组 全国2.5万家餐厅 他们却踢到了天花板 只因这个小餐馆的老板 是大陆唯一一位九阶魔法师 就在艾尔回到异世界后 他也带回来了不一样的美食 而当下最热门的是烤肉拌饭 将烤肉切成条状摆成好看的形状 然后撒上少许白萝卜和一些葱花 一份简单的烤肉拌饭就做好了 紧接着艾尔便让鲁林端给需要的客户 而当食物拿到瑟琳娜面前时 他却是顿时傻眼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烤肉拌饭 因为上面一块烤肉也没有 看着鲁林还在巴唧着嘴巴 瑟琳娜知道是他搞动 两人为此直接大打出手 而一旁的为难夫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原来他知道了迪兰一直都会来艾尔的餐厅吃饭 所以他也想来尝试一下 没想到直接就爱上了这里的食物 与此同时餐厅大门被再次推改 能给我来两份他们吃的食物吗 艾尔用余光瞥了一眼 随后轻叹一声 当然可以 很快两份烤肉拌饭就做好了 于是男人迫不及待地尝试起来 这里的味道确实让我大吃一惊 一旁的女人也给予了肯定 见此艾尔看着他调侃起来 是吗 你好像不是那种容易感到惊讶的人 这让乔装打扮的莱安皇子很是尴尬 没想到艾尔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身份 顺便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伪装起来 皇子笑了笑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想来尝尝这里的美食 紧接着他从口袋拿出了一瓶蓝色药水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药水的事情 这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它可以摧毁人类的大脑 而莱登伯爵就是中了他才卧床多年 现在这种毒药正慢慢蔓延到整个帝国 所以我们想知道他的幕后凶手 突然餐厅大门被两个男人一脚踹开了 如果你们不想死 就乖乖地按我们说的去做 闻此一旁大闹的两人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维内夫人被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强盗 这可把艾尔几人看傻眼 马蜂窝这么多他们却选择了最大 很快两人就被梅德林制服了 首席法师大人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 听到有人叫他首席法师梅德林很是高兴 没错 我是帝国唯一的七阶首席法师 这让莱安皇子很是尴尬 可能是梅德林女士最近压力有点大 紧接着艾尔画风一转 你想让我负责调查找出毒药的来源 皇子给予了肯定 不管我们怎么审问狄德兰伯爵 他什么都没说 并且派往那里调查的指挥也都死 所以我敢肯定这两个人 就是从那边跑到德雷克城市 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一个餐厅老板 皇子也表示无奈 狄德兰伯爵的城堡被人摧毁 导致很多线索被中断 我想知道他是否觉得 对目前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 富有异点资 这让艾尔很是尴尬 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 皇子摆了摆手 我不能告诉你 我必须严格保密 唯一能告诉你的是 这个人是帝国的七阶法师 这让一旁的梅德林 惊出了一身冷汗 艾尔也很无奈 没想到放的烟花会牵连到那么多 他随即接受了皇子的任务 还有一件事 梅德林带会过来找我一下 画面一转来到狄德兰的郊外 这里的百姓大部分都流落街头 因为狄德兰的财政问题 导致城市变得混乱 再加上莫名出现的毒药 导致没人接管症 艾尔也没想到 这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如果靠自己一个人 也无法抓住所有龙 并且那样会打草惊蛇 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才行 紧接着他叫住了鲁林 我有一个计划 你要不要听听 但这个计划听起来有点威胁 鲁林示意艾尔不用担心 因为他愿意为艾尔做任何事 画面一转鲁林就被抓到了牢房 里面的人见到他 皆是露出了一脸猥琐的表情 就好像一群豺狼 看到了一只小绵羊 鲁林也没想到牢房 竟然没有分开男女 不过谁是绵羊还不一定 就在这时一道呵斥声打断了他 我听说今天抓到了一个不错的小妞 此人正是迪德兰城市的总管李卡多 鲁林也没想到所谓的强盗 是管理这座城市的人 看到鲁林叛逆的样子 李卡多很是开心 他有点叛逆 但这正是他的卖点 闻此鲁林眼里充满了杀意 就在这时身后的侍女打断了他 原来是帝国派来的第四个伯爵道路 很快他就来到了会客大厅 不过这让他很生气 这家伙难道不怕死吗 想必他已经知道了 这里走了三个伯爵 但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 只见他微笑地朝里面走去 欢迎尊敬的伯爵大人 我听说你是从皇宫来的 艾尔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从现在起我将负责管理德伦城 女人来到房间直接将男人推倒 而这一幕正好被另一位少女看见 不如其来的情况让艾尔白口莫变 只见鲁林手上的枷锁瞬间粉碎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计划 时间回到早上 艾尔从莱安皇子那里拿到任命书后 就与沃尔克伯爵的身份来到了公军府 看着眼前的帝国印章 他便出言提醒 沃尔克伯爵 在你前面已经有三名城主诺明死亡了 艾尔笑了笑 你是说我会成为第四个吗 李卡多没有回答 只是笑着搪塞了过去 我怎么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这让艾尔找到了发挥的领域 紧接着他在李卡多的面 直接撕碎帝国的任命书 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不尊重 见此李卡多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没想到新来的伯爵会这么大 要知道这种事情传出去就是老底座穿的 而艾尔此刻就表现得像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玩法 比起那无聊的管理 我更希望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难道就没有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吗 李卡多文此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鲁林被带到牢房之后就一直待在这 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 但为了艾尔的任务 他不得不忍住暴脾气 紧接着他就被牢狱带离了牢房 见状身后的牢友脸上露出了一抹兴之字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无比怀念这个地方 因为和那里相比 这个牢房就宛如天堂 鲁林用余光看着身后这几个嘲讽的家伙 不过他知道接下来去的就是艾尔要找的地方 与此同时 李卡多在暗处观察着鲁林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发现少女出现的时间和城主上任的时间完全稳定 但他也不清楚两人有没有关系 这让他很是纠结 他现在不能再杀死官员了 不过比起以往的伯爵 他更喜欢艾尔的性格 就让我看看你是装枪做事 还是真的值得入伙 画面一转 艾尔看着眼前的药剂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道自己的演技有没有骗过李卡多 如果直接提起会让他有所防备 他现在只能继续往鲁林那边有一些收获 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只见女管家端着一杯茶走进来 艾尔客套了两句便让他把茶水放一旁 可女管家却是不为所动 是从大人让我再确认你喝了一口茶之后才离开 他说这是信任的象征 这让艾尔内心猛然一震 难道这个家伙敢公然毒害官员了吗 但如果想取得他的信任就要把茶喝 借口拒绝喝茶管事就不会暴露他的真实意图 看着眼前的茶水艾尔没有犹豫 直接拿起一口喝完 突然他感觉一股燥热感涌上心头 而一旁的女管家嘴角微微上扬 你们的茶还不赖吗 喝太快差点被呛到 艾尔堵对了茶里没堵 我这是通过他的测试了吗 紧接着女管家再次打开房门 接下来就剩下最后一件事情 希望您能玩得开心 艾尔轻叹一声 看来李卡多那个家伙很懂事啊 文言的管家便转身离开了只剩下一个双眼无神的女人 艾尔一眼就看出了眼前的女人已经被操控 就在他想将女人唤醒时 错不及防的艾尔被女人直接推倒压在身上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一个男人正黑着脸正审讯着眼前的两人 他们正是被梅德林制服之人 看到他们回到这里男人很是生气 随后直接吩咐手下把他们带到实验室 文言的两人直接慌了连忙求劳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实验室会让人生不如死 此人正是迪德兰贩卖人口的头目里 就在里的思考之余一旁的手下打断了他 因为他们收到消息 李卡多今天送一个女囚犯过来 此刻的鲁林被靠住双手和其他的犯人被压到这里 看到这暗无天日的矿洞 鲁林也没想到这里关押了这么多奴隶 因为帝国禁止奴隶买卖 所以这些人都是通过非法渠道贩卖 看到男人离开鲁林直接就开启了传送空间 虽然他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艾尔要找的制作物料的 但还是想告知一下他 就在鲁林说话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随后他看向传送空间只见一个女人骑在艾尔身上 这让艾尔顿势汗牛加倍 我想这是一个误 殊不知眼前的女人突然来了一句 主人请尽情享用 鲁林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两眼 下一瞬一股恐怖的能量从他体内暴露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技术 开打了开打 鲁林开启龙形态和红龙打起来 然而红龙看到这样的场景没有感到一丝害怕 感到是越来越兴奋了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艾尔也没想到被女人哭倒的同时 鲁林也开启了传送 见此一幕鲁林很是生气 手里的锁链直接就碎成了铁疙瘩 艾尔连忙解释起 并让鲁林冷惊醒 这一切都是误误 眼前的女人已经被别人控制 因为鲁林的气息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头目察觉 毕竟两人好不容易才潜入伯爵府 闻此的鲁林才收敛了气息 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好好聊聊 不过你最好做好准 艾尔表示很冤枉 谁来评评理啊 与此同时 巡查的守卫察觉到牢房中的异常 见此鲁林只能将传送空间关闭 随后他话锋一准 我只是想反映你们的锁链太劣质 我想换一副新的 这可把一旁的守卫看傻眼 而鲁林的举动已经被李德尽收眼底 并从他的气息推断出鲁林是一条龙 闻言的副统领内心猛然一阵 李德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打得过他 所以他只能去找另一个人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李卡多再次来到艾尔的房间 昨天送的礼物还满意吗 说到这个艾尔就来气 差一点就跟鲁林解释不清楚 不过他现在只能强压怒 我很喜欢你们的礼物 那个女人我想多留几天 顺便说一句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奴隶 但她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闻此的李卡多嘴角微微上扬 你也注意到他们的特别之硕 一个被精神控制完全服从的奴隶 不必担心他们逃跑或反派 他们服从你给他们的任何命 所以他们可以做任何你想要的 艾尔也没想到除了找毒药外 还有这么严重的事情 此刻他正想着要不要把奴隶市场连根拔起 如果不把它处理掉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人被毁掉 所以你是想扩大奴隶市场 利用我的身份创造一条 向帝国中有影响力的贵族出售途径 对吧 李卡多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看来和你合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紧接着艾尔画风一转 但在此之前 我想向你确认一些事情 那些奴隶 跟那个叫修炼士的地方有关吗 这让李卡多瞳孔猛然一阵 他没想到眼前的伯爵连这个都知道 艾尔示意他不用紧张 如果我不了解一些情况 自然不会与你合作 现在我可不可以看看整个流程 李卡多笑了笑 我们已经是合作伙伴了 你当然可以知道这些过程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李德敲响了一扇房门 我这边好像有个问题有点难处 而他所见之人正是红龙希特尼 因为他察觉到鲁林身上的气息 和希特尼的狠像 所以他只能请求希特尼出手 毕竟里面的生意也有红龙的参与 与此同时 艾尔在李卡多的带领下 终于来到了他们制作毒药的地 这里到处都是魔法的痕迹 他猜测有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在背后 而且这些人的身体情况 看起来似乎不太好 现在要做的就是 摸清楚制作毒药的成分 紧接着艾尔便询问配料的材料 他们也能制造不留痕迹的毒药吗 李卡多还以为 他对其他药品也感兴趣 随即就准备从怀中拿出 就在这时李德打断了他 他一脸平静地询问 李卡多为什么带其他人过来 还没等李卡多回答 一到利刃瞬间就划过他的脖子 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现在我帮你矫正他 艾尔也没想到 他们对自己言言那么好 随后李德将目光锁定在艾尔的身上 见此艾尔也不打算再隐藏了 这场角色扮演的游戏到此结束 而此刻鲁灵也听到了嘈杂的声音 并且还感觉到了一丝魔法的气息 就在这时 希特尼找到了鲁灵 我的牢笼里竟然还关押着一条黑龙 鲁灵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红龙 他居然没有察觉到一丝气息 此刻希特尼看着眼前的上方 虽然你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你的事情我太了解了 维伦的女儿 这让鲁灵顿时愣住 你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此刻希特尼笑出了圣人的声音 我不仅知道他的名字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下一瞬整个铁龙瞬间融化 鲁灵再次开启了他最不想使用的龙形体 而此刻的希特尼并没有感到慌张 让我看看维伦的女儿成长到什么地步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久接法师的权力一击 竟没能将眼前之人杀死 原来此人正是被誉为帝国最强的剑术宗师 但他在龙之战开始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 就在刚刚 在红龙的不断嘲讽夏鲁灵开启了龙形态 对着他就是一击龙吐息 带烟雾慢慢退去地面上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口 这可把一旁的士兵看傻眼 自己两千五公资哪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争 连忙起身逃跑 此刻的红龙依然在不断挑衅 下一瞬数到烈焰禁止朝鲁灵袭去 你应该留在德雷克 和你带来的人类男人玩过家家 而接下来就是两条龙之间的战斗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看着药材被烧毁 李德却是无动于衷 这样正好帮他销毁证据 但艾尔怎会如他所愿 随手一到兵魔法就熄灭了所有火焰 如果他毁掉了所有的证据那就太可惜了 看到艾尔能轻易地使用高级魔法 李德知道他不是一名真正的官员 于是李德假装询问艾尔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趁机分散他的注意力 随即对艾尔进行偷袭 但没有对艾尔造成任何伤害 看来你的魔法确实相当了得 艾尔也没想到他是一名一级的骑士 所以你是从皇宫里出来的吧 这让李德内心猛然一震 没想到光凭自己的随手一击就猜到自己的出处 这让他觉得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但同样的也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紧接着他使用了更强的拔刀枕 艾尔挥动了几根手指 试图限制李德的行动 但都被他躲避了魔法 原来他可以看穿魔法的流动 仅仅只是一瞬 李德就突袭到了艾尔的身前 这可把艾尔看傻眼 但好在艾尔的释放速度足够快 而李德知道艾尔不会使用大范围的魔法攻击 他正是利用这点对艾尔进行突袭 因为他知道艾尔要保护现场的证据 紧接着无数剑光将艾尔包围 此刻艾尔察觉到了 这已经超出了一级骑士的范畴 他的剑术使用得非常精湛 看似在攻击四面八方 实则所有的伤害全部汇集在一个点上 他知道如何杀死一名法师 伴随着李德全力挥出一道剑气 艾尔的护盾被直接洞穿了 但依旧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艾尔也不得不佩服李德做法 从逻辑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做法 但你忽略了对手的实力 看到艾尔完好无损李德不可置信 他使用这招从未失手 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艾尔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前 伴随着艾尔释放魔法 李德被砸飞树面 但很快他又站了起来 当艾尔看到他破烂衣服下的身体 实内心猛然一整 因为他的身体好像被改造过的一样 与此同时的餐厅内 维那夫人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皇子 难道是因为迪德兰的事情吗 但皇子示意他不用紧张 因为他已经知道都是迪德兰干的 与此同时德里安特找到了皇子 随后皇子便询问迪德兰的审问进度 而德里安特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好像城堡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就在这时 皇子一脸严肃地问了德里安特一个问题 如果你和艾尔打一场谁会赢 这可把一旁的两人吓了一跳 殿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 而皇子示意两人不用紧张 这是一个玩笑而已 随后德里安特很认真地告诉皇子 虽然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但听起来有点过于愚蠢了 就算是我和梅德林两个人加起来 在艾尔手下撑不过两个回合 此刻的皇子才意识到 艾尔是一个怎样的怪物 与此同时德里安特想到了一个人 也许他可以在艾尔手下多撑几招 他是天才的剑术大师 他将骑士的剑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皇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他也听说过这个人 但那时候他还在国外学习 并且李德在大战开始时就消失了 此刻的李德询问艾尔真正的名字 当他得知后好像对艾尔很是了解 你就是那个逃兵 艾尔也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个称号 这让他越来越好奇李德的身份 但李德却不想在这里过多停留 随即挥出两道剑气披向天花板 他知道实验室和这些奴隶的性命会牵制住艾尔 如果当时他能早点遇到这样子 也许他就会选择了一条道路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红龙最后被鲁灵打趴下 告诉我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母亲的 然而红龙依旧嘴硬 我知道你母亲所有的秘密 包括他创造本源水晶被关进了监狱 最后还可怜地死在了里面 然而还没等红龙说完 鲁灵一击就了结了红龙的性命 如果秘密泄露了 我可以杀了所有知道的人 皇子只是来到伯爵家中 就将伯爵夫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他以为皇子是来带着他的 这可把两人看傻眼 本皇子有那么可怕吗 在艾尔的帮助下 被囚禁的人们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他们在一旁发现了一具尸体 可他们看今后却是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正是李卡多的身体 见此的艾尔也是可以理解 毕竟这家伙做了那么多不可言喻的事 就连他也想上前帮忙踩两脚 回想起昨天的事情就生气 与此同时 老黄龙也悄悄潜入到了里面 因为艾尔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 随后他推开了一间房门 躺在里面的正是之前李卡多送过来的门路 而另一边 鲁灵也打开了牢笼的大门 可里面的人却是一脸的呆滞 鲁灵知道他们中了精神控制 紧接着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 是艾尔赶过来了 而艾尔也注意到了一旁的红龙尸体 随后鲁灵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艾尔 似乎有一些红龙知道 他母亲创造了一个本源水晶 而刚才战斗的时候 他也吸收了一些能量 艾尔知道水晶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不过眼下狄德兰毒药的事情要就到此为止 紧接着鲁灵便询问这些奴隶要如何处理 而这些都在艾尔的意料之中 所以他早有准备 随后老黄龙便来到两人面前 而艾尔答应他 只要他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就放他回去 在他释放了一道魔法之后 原本精神涣散的奴隶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此刻艾尔已经为他们准备响吃了 鲁灵看出来了这是艾尔家乡的方便面 只需要加入适当的热水 然后盖上盖子等待三分钟即可 只见他们小心翼翼地尝试一口 但很快他们连汤水都喝得一干二净 而鲁灵的自然也少不了 老黄龙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便默默地离开 此刻他对自己的医术陷入了沉思 因为在龙族不管他如何 总是受到无情的嘲笑 就因为他没有一张帅气的脸就否定他的医术 但经历这两次事件之后他渐渐明白 自己的医术不应该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学习 所以他决定要重新审视自己 不能埋没了这一身本领 画面一转艾尔和鲁灵便回到了餐厅 艾尔也没想到老黄龙在这个领域会这么厉害 就连上次那个女人都知道 而鲁灵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情 所以你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 下一瞬鲁灵就朝他写 就在艾尔以为鲁灵要做他一顿事 却不料事情并没有他想的内容 因为鲁灵上来就将他抱住 而这正是鲁灵对艾尔的惩妇 要艾尔抱他一下 艾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但如果这是惩妇 他不介意再多来几次 就在这时 艾尔想起来了红龙的尸体好像没有处理 而鲁灵还以为是艾尔处理掉 也就是说红龙的尸体消失了 原来那只不过是希特尼的一具分身 其法力还不到自身的一半实力 紧接着一个男人便出现在他身后 而来人正是从艾尔手里溜走的流 当希特尼听到他夸在艾尔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艾尔的身份可不是一般人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皇子派德里安特清扫了一遍迪德兰城市 里面的情况比德里安特想象的还要严重 不仅仅是制作毒药 还有精神控制类的东西 但就是这么棘手的问题 却被艾尔轻松解决 而皇子对艾尔的帮助给予了感谢 不过让皇子没想到的是 背后竟有龙族的声音 随后艾尔提醒他在没有了解情况之前 不要轻易干涉龙族的事情 皇子点了点头 毕竟他可不想迎面走失 而艾尔也好奇他这次会派谁去接管迪德兰 紧接着皇子便把调令递给了他 艾尔看了也是感到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皇子会这样安排 画面一转皇子就来到了德雷克国爵斧 对此性浑然不知的莱登 还以为他们是来抓为难 这可把皇子看傻眼 因为他们不是为这件事情来 当莱登看清里面的内容却是猛然一阵 莱登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相当出色 这些皇子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决定把德雷克和迪德兰合并在一起 而莱登将成为新的城主 就在皇子以为莱登会欣然接受时 却不料他直接拒接了皇子的事 这让皇子顿时愣着 他不明白 这明明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消息 虽然莱登不想接管 但是他可以推荐一个合适的人群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迪兰被父亲叫到了房间 而迪兰也得知了德雷克合并的消息 新城主正是自己的父亲 不过莱登却是有自己的打分 看着自己的儿子已经17岁 随后莱登便询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对象 文言的迪兰被吓了一条 他没想到父亲会这么快催婚 而让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因为莱登想让他管理迪德兰城市 在莱登昏迷这一段时间 虽然他不能行动 但是意识却是清醒 所以他相信迪兰一定能管理好 看到父亲这么相信自己 迪兰很是开心 而他下定决心一定会管理好迪德兰城市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迪兰来到了迪德兰城市调查局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里的环境会如此论 而他很疑惑这里的巡查队去哪里 就在他来到巡查队的房间时 他们却在里面打牌喝酒 没有一点纪律性 男孩子们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天担任邻主 就收到了贪官送来的礼物 可男孩并没有拒绝他送来的猪口 反而是十分兴奋地收下了 因为他要将所有的贪官连根拔起 就在迪兰调查完迪德兰城市的情况后 此刻他对那里的环境失望透顶 他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艾尔的餐厅 吃一个汉堡补充一下元气 诺尔夫妇见词也是顿时愣住 他看起来确实挺累的 在吃到他最喜欢的汉堡后 他才感觉活过来 难道你遇到了什么情况了吗 就在迪兰准备脱口而出事 他突然想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老师帮助 这一次他打算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然而他下意识地说漏嘴 这可把他愣住 随后连忙表示是自己开玩笑的 留下一枚精力便转身离开了 艾尔知道这小子肯定没说实话 紧接着他便询问 鲁林之前做好的东西放哪里 那个东西造出来后一直没用 我想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画面一转迪兰便回到了办公室 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自己一个耳光 因为他不能再过度依赖老师的帮助 随后迪兰拿出了整理好的计划 只要完成其中的几条 迪德兰城市将会有很大的改善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 官员腐败和城市治安的缺乏 这些事情也与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为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无疑是 维持公共安全的军队状态 毕竟有了士兵才能快速打击罪犯 就在这时 艾尔的身影又浮现在他脑海里 对此迪兰只能继续给自己一个大嘴巴 这一次我要靠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 紧接着迪兰便让管家 把每个部门的官员一个个叫来 因为他要一个个审查 还有就是顺便带一块兵带过来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此刻迪德兰巡查队的金德正给队员进行训练 但队员跑一圈就受不了吗 难道我们就是为了给新来的伯爵做做样子吗 如果是这样大可不必 你一直放任我们不管 你怎么突然这么做 面对士兵的质问金德不知所措 因为他们之前也想靠自己改变一切 但伯爵的一个指令就可以让他们的努力复制东流 所以就算他们在努力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此刻的金兰也很是无奈 正如他们所说的 是他之前不管不顾才造成了目前的现状 就在这时 金德注意到一旁有一个发光的营帐 在闻到好闻的香气后 他便前往查看 而这正是艾尔制作的一栋餐厅 金德没想到会在这里有一家餐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打算尝一尝这里的食物 不过他希望还能再来一杯酒就更好了 紧接着艾尔便使用魔法加热烤炉 五花肉大葱烤串 用盐 黑胡椒 鱼露 酱油 花椒粉 或自然粉腌制一小时 大葱切断后穿串 在高温的烫火中烘烤五到八分钟 中途翻面撒上烧烤蘸料 好吃的烤肉串就完成了 而金德要求的酒水艾尔也给他准备了 肉串散发着烫火的味道 还带着大葱的香味 一口下去油量不腻 外酥里嫩 大葱的甜味和鲜嫩的五花肉刺激着胃力 再配上一口甘甜可口的美酒 一天的疲惫都被他治愈了 见此一幕的艾尔很是满意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迪兰叫来了第一位官员 他正式负责财政和税收的范登克 经过迪兰的简单核对 这几年的财政和税务问题没有对得上 大部分资金使用情况不明确 金额不一致的情况较多 据说四个月前 有两千万被用来维护一条道路 但当我检查地点时 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维护 请给我解释一下情况 而范登克早有准备 只见他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盒子 所以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而盒子里面装的是金灿灿的财宝 迪兰也没想到第一个人 就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就在他准备呼叫士兵时 他突然想到了之前埃尔说的话 要考虑当前的局势做出合理的判断 如果他把范登克关进监狱 下一个来的官员就会隐瞒他们的真实意图 这样就很难查出腐败官员了 既然如此 他就顺水推舟 先全部收下他们贿赂的证据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此刻的金德已经喝得醉醺醺的 他原本想把迪德兰变成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甚至连下班他都在巡逻 但一切都不尽原意 埃尔知道他应该压抑了很多事情在心中 于是便让他分享一下说不定有解决的办法 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两人 只见大块头气势汹汹的让埃尔交保护费 不然就把他的店铺拆了 见此一幕埃尔便让鲁林处理一下 可当他看去时 发现鲁林此刻已然喝醉 紧接着金德便连忙起身 赶在我巡查队长面前收保护费 可迎接他的是一个杀包大的拳头 这可把埃尔看傻眼 也太弱了吧 看来你们这些人就缺教训 大块头旋即就抓起拳头朝埃尔西去 九阶法师第一次当劫匪 却将小混混下的年轻十岁 只因他释放了一道普普通通的九阶魔法 瞬间就将他的匕首粉碎 看着那划破天际的光束 就连被抢劫的人质也举手投降 以老实 求放过 就在此前 埃尔的一栋餐厅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而他上来就打算给埃尔一个教训 殊不知他将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毕竟 眼前的可是大陆唯一的九阶魔法师 此刻的埃尔正思考着 要不要直接出手 把小混混的老巢一锅端了 但考虑到迪兰的原因 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治理这座城市 不过埃尔觉得可以暗中出手帮忙一下 随后埃尔将目光看向一旁的金德 也许我可以给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就在几年前 金德信心满满来到迪德兰城市 那时候他自认为可以保卫好城市的治安 然而指挥官告诉他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 在他加入不久后 他们终于抓到了第一个劫匪 然而劫匪没有感到丝毫害怕 因为他背后有人撑腰 在迪德兰知道这件事情后 他直接就将整个巡查队撤销了 如此努力工作却被骂得精疲力尽 甚至还因此被罚了很多钱 只要他巡查一次就扣他一次工资 为了生存金德不得不停止工作 很快金德就从梦中惊醒 而此刻埃尔已经将匪徒制服 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一个餐厅老板竟将歹徒制服 给予了肯定 因为他从未放弃那个梦想 随后一个穿着铠甲的男人从黑暗中走出 见此金德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来人正是帝国的骑士长德里安特 而他正是埃尔请来教金德建树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此刻的迪兰面露愁容 让他没想到的是 十几个官员全部向他献上了大礼 甚至形成了攀比 就看看谁送出去的礼物多 从堆满房间的财宝 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诚意满满 也不知道他们连了多少钱 如果将这些人全部抓 管理的莫亨 看着后面堆满的财宝 莫亨很是失望 他还以为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官员 紧接着迪兰便询问他有没有带来礼物 但莫亨直接就拒绝了他 这些年我存不下一分钱 所以我不认为我能表现出你想要的真诚 见此的迪兰很是满意 恭喜你通过了测试 迪兰一直在等待像他这样的人 然而此刻的莫亨很是疑惑 他说的通过是什么意思 随后迪兰给他描述了心里的蓝图 我们将一起搜刮腐败官员的贿赂 还迪德兰一片朗朗乾坤 这让莫亨惊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 画面一转 此刻金德正在不断练习着剑子 虽然他很认真学习 但是他的剑术基础实在是太差了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不过有德里安特艾尔就放心了许多 但德里安特表示至少要训练三个月才会学有所成 对现在的迪德兰城市来说三个月还是太久 虽然我不可以直接介入 但我不能让这座城市的人民继续受苦 这家伙又在密谋什么 我不该问他 还是别掺和为好 时间很快就来到深夜 由于城市的灯光太少 一个少女在街道迷失了方向 就在这时 两个歹徒拦住了他的去路 只见两人一脸坏笑地让女人别反抗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此刻的少女只感觉自己很倒霉 刚从虎穴逃出来又掉到狼窝 光头难露出了一脸猥琐的表情 就在他想行不轨之事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随后两个蒙头骑士出现在两人面前 我们是迪德兰市的义务警员 一栋餐厅治安维持队 然而劫匪却让他们少管闲事 下一秒艾尔就释放了一道普通的九尖魔法 一瞬间就将他的匕首击碎 看着那划破天际的光束 在场的几人顿时傻眼 随后两人便被吓得连忙跑路了 不过少女却是听到了很熟悉的声音 再加上这强大的魔法 所以你是艾尔先生对吗 艾尔也没想到 她是那天房间那个女人 男孩的上领主的第一件事 就是讨伐当地的山祖 只因他们的军队 经过两天半的魔鬼训练 看起来比土匪还土匪 见此一幕山贼头目直接看啥也 要不这个土匪你们来当 时间回到两天前 在德里安特的指导下 金德踏上了训练之旅 虽然被训练的伤痕累累 但他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而手下的弟兄也发现了 他这几天经常消失 并且每次回来衣服总是乱糟糟的 当得知金德在训练时 他们一脸的不可知心 虽然他无法左右别人的想法 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 让迪德兰的治安成为最好的城市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之前被解救出来的奴隶再次见到了埃尔 只不过他们现在的身份是 移动餐厅治安队 身份是沃里克伯爵 新伯爵为所有以前的奴隶 提供了临时住宿 等调查结束 他们就可以回家乡了 迪兰当伯爵似乎干得不错 只不过这里的食物味道不太好 所以女人出去买了些面包 然后就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看到这里这么多人 埃尔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们想亲手教训那些欺负你们的人吗 被他们欺负 甚至连晚上都要躲在房中 这难道不让你们生气吗 如果你们想解决这个难题就跟我 因为我认识一个会教剑术人 而此刻德里安特 正在对金德进行剑术虚拟 虽然金德有很大劲 但他对剑的理解还是太低 跟棍子没有什么区别 可尽管如此金德 也没有要打算放弃的意思 一次不行就十次 十次不行就一百次一千次 看着如此有毅力的金德德里安特 也很深奋 希望你能够坚持下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两天 接下来恐怕您不能当私人教练 请德里安特教练也能够帮帮我 金德也没想到弟兄们都来 紧接着络绎不绝的人 从他们的身后走 为了恢复狄德兰城市的治安和教训那些强调 见此一幕的德里安特顿时愣着 这似乎和艾尔说的有很大出路 这样一来他就需要拍更多的人手过来才行 画面一转来到狄德兰城市的军营 狄兰给莫亨安排了一个紧急的任务 那就是调查关于贿赂的真实情谋 想必有一些官员是不得已才这么做 莫亨很疑惑 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案件交给 狄兰笑了笑 很简单 因为你什么也不给 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莫亨只能寄希望在狄兰身上 希望他真的能够改变狄德兰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屋里传出来的罪 并且他察觉声音非常熟悉 此人正是军队管理的总指挥 而他正与另一人讨论 关于除分解释和栽培式的费用问题 本死的莫亨顿时一惊 这家伙正在暗中恢复毒品质付 很快他们就派人来到之前被捣毁的地位 这一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要让狄德兰恢复昔日的辉煌 而此刻的狄兰正在调查关于贿赂的来源 虽然他计划在几个月内完成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军队 一旦他开始逮捕官员 就必须在其他人通知之前迅速把他们干掉 难道我还要向德雷克借兵吗 就在这时 一个带着头套的男人出现在他申请 不过狄兰一眼就看出了他正是老师 我现在是一栋餐厅的治安官 接下来请跟我去一个地方 我要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大家都在努力地练习见面 见此一幕的狄兰顿时愣着 埃尔告诉他这些人正是此前对贩卖的人 而他们都是自发式的训练 因为想改变狄德兰的不只有一个人 他们都想让狄德兰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人凝聚起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三个月 小弟正在向他们的首领汇报 因为培育室和分检室已经建好 闻此的首领很是买 而接下来他们将对狄德兰发起突袭 就在这时另一名小弟却匆匆来报 外面正有一支军队在攻打他们 经过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狄德兰有足够的实力拿下这群强盗 而此刻的首领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 就狄德兰军队那些酒囊饭袋根本不足为虑 然而当看到他们的军队时首领顿时杀鱼 因为这些人比他们更像土粉 根本不是一个画风